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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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今天 講到這門課程的最後一個部分講理論 有些課程我會把理論放在前面 有些課程我會把理論放在後面 各有不同的好處跟壞處 那這個笑跟幽默的理論 笑跟幽默我們在這堂課大部分時間是用一樣的意思 當同意字來用 小部分的地方 就像李宗盛 你會發現笑跟幽默是沒有什麼太大關聯的 有時候幽默不會引起人笑 會引起人思考 那有的笑根本就沒有任何幽默成本在裡面 沒有什麼思考也不成本在裡面 那就是一個好笑的事情 你要去追究它那真的沒什麼好追究 無厘頭的笑話特別是這樣 英文叫nonsense nonsense and you're trying to make it make sense out of it 那就真的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 nonsense 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有關笑話的幽默的理論 我看了書 非常多的人分類 最常見的是三分法 我們後面再說 大部分人看書不多 很多人喜歡抄別人的 那三分法是一個最現成的做法 你上網路上 wikipedia都有 所以我就 我教書通常不滿足於很容易找到的東西 我都希望讓你知道我看書看很多 我看書看很多 你在這個大學裡面學 你才覺得學到的東西 我看了書跟你上wikipedia 看到的是一樣的 我還住在這裡領國家的錢 那我羞辱你們 我也羞辱我自己 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不然的話 我就在日常生活講笑話就好了 我幹嘛要開一門課 所以我們這門課的東西 第一個 在中文世界現在是看不到的 所以既然大陸有出版社 台灣沒有 大陸有出版社 要找我寫書 我從愛情社會學以來 就不少出版社要找我寫書 我說為什麼要寫書呢 我已經有錄影了 大家都看得懂啊 少數是我用的台灣的一些 比較當地的事情 他們比較不知道 但大部分都可以看得懂啊 以前有香港人覺得 有些地方他看不懂 有新加坡人來信 說有地方他看不懂 但那都很小部分 大部分大陸人都看得懂 台灣人寫信給我的很少 我不是鼓勵你要一定要寫 那樣我也會很麻煩 但是好像大部分人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的其他課 這門課更是這樣 就希望我能夠寫書 他說書面的東西影響力 會跟這個不太一樣 但是我還沒找到一個很好的方式 如果把我的畫 全部變成逐字稿 像大陸的網站 他們都把我的中文字幕 給做上去 這大陸很厲害的地方 台灣沒有做字幕 因為當初沒有假定 這個事情是要給什麼特定的人看 覺得說大家應該都聽得懂 如果這樣下去不得了耶 我都幻想有一天 我的課程變成世界各國語言 不知道會怎樣 這事情不是不可能的 有的時候有些國家 希望向全世界人學習呢 我們台灣早先的時候 有一群人要把 最早的時候是要把 MIT的課程都翻成中文嘛 那這事情還沒弄完呢 大陸就改上了 所以台灣就沒有人要弄完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的英文不好嘛 我的做法都是說 我都是鼓勵同學 你英文好一點 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啊 你英文好一點 真的可以學到很多很多東西啊 那現在有這種一批人在那邊翻譯 你英文好 當然還是可以學到東西 但是你中文好 已經可以學到不少了 這是這個社會進步的地方 好來 那我們就先回到這個上課的內容 這個有一個叫Patricia Keith Spiegel這個人 1972年就將過去幽默理論整理成八項 但是不知道是因為他太學術了 還是這篇文章很難找到 還是怎樣 他這種分類法呢 只有被下面這個人引用 其他人都沒有引用他這個八大分類法 都沒有 大部分都是後來最常見的三大分類法 八大為什麼會比三大不好呢 我就沒懂 所以有時候只是因為有人看書 或圖個方便 那邊有人講三大就三大吧 好那八大再說吧這樣 那八大理論呢 其實它的分類要根據什麼原則 這是我們真正做讀者應該問的 任何分類根據現在的這種分類的標準 第一個必須互斥 是假類的就不能是乙類的 第二個是窮盡 你所有的分類方法 應該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包括在裡面 最簡單的分類方法就A跟非A 而笑話以後好笑的 A類 另外A類 不好笑的 這就結束了 沒有笑話是好笑跟不好笑 介於好笑與不好笑之間 基本上在這裡是不可能的 像這樣的分類是合的 但是我看這些分類 不管三分法或幾分法 都只是根據笑話的內容 或它的重點來分類 並沒有強調到這個 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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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機器在做 不是你在做 你只是在解釋而已 所以這個叫做生物的跟本能跟進化的理論 這個因為我已經好久沒看 所以我這個就不太能說什麼 第二 優越論是在三分法裡面經常出現的 Superiority theory 認為講笑話的人比起不講聽笑話的人來講 是處於一個優越的狀態 所以大部分的男人講笑話 女人聽笑話 男人笑點相對人高 女人笑點相對低 尤其像我們這種愛聽笑話的人 我是那種愛聽笑話 笑點又很低的人 但是我有時候有一些奇怪的尊嚴 我不會在很多地方笑 但是我心裡實在笑到快倒在地上那種 那是看不出來的 有冷面笑將 我這種屬於這種 那通常的男生不會太多人 表現出自己笑點很低 因為有時候表現出笑點很低 就表現出你的智商跟你的笑點一樣 低 懂嗎 這是有一個奇怪的社會的一個壓力 有時候我就會特別表現出我笑點很低 因為這樣的話你就很快樂 你聽到一個笑話你就放聲大笑 像我去看電影 因為大家沒有人認得我 我看電影我是笑聲最大的這樣 尤其看外國電影 因為透過翻譯有些笑話真的就不好笑了 可是你如果聽得懂英文的話 那是很好笑的你知道嗎 而且我1980年代在美國 所以只要講到1980年代美國那些諧星啦 或那些典故啦 我都覺得好好笑啊這樣 不過這個人有時候走在時代太前端了 我1970年的時候 我在大學畢業以後當兵日的時候 有一個人介紹我跟一個女孩子交往 就趁了三個月 他說你成了就成了 你不成就你的命 成了是你的運什麼之類的 我就帶那女孩子去看西城故事 西城故事 West Side Story 這博恩斯坦的一個故事 我喜愛那個故事勝過於羅密歐與朱利業 因為那個故事最好的地方是有非常好聽的音樂 那是一個原來是一個音樂劇這樣 天啊那翻成中文以後 尤其在戒嚴時期翻成中文以後 什麼字形都只有一個意思 可是呢那個字呢是雙關語這樣 就帶他去那時候叫獅子林啦 現在叫星光影城啦 那時候獅子林是很先進的 現在星光影城看起來非常的破爛這樣 真的是破爛 以前那個電動玩具 二三樓都電動玩具 現在你可以看到某幾台電動玩具 已經不是全盛時期那樣 總而言之啊 我就請了女孩去看電影 全場呢只有我一個人大笑這樣 那女生後來好像就不太願意跟我來往 所以各位男同學不要說老師沒教你 你不要因為笑聲然後就跑掉了一個女朋友 或者可能的女朋友 那時候應該還不算女朋友啦 啥也沒幹 手也沒牽到 那就更不用講什麼了這樣 好這是優越論 所以有些人不太喜歡你笑 你笑什麼 你看這是一個那種威脅 尤其對那種自尊很低的人 有些黑道的人就特別討厭人家笑他 也討厭人家看他 長得很漂亮 所以碰到黑道大哥 你看什麼 你不要被嚇著你就跟他說 我沒看過你那麼帥的人 我保證你那天活得非常快樂 你知道你看什麼 然後你就說沒有啊沒有啊 你就沒有要講出他心裡要聽的話你知道嗎 各位同學記得啊老師現在教你可以救你一命啊 反正的話看什麼沒有啊 可能就眼珠子就被挖出來了什麼之類的 那些人自尊很低的 所以多給人家鼓勵是一件好事 記住這點啊 也要多給老師鼓勵啊 常常來聽課啊 教學評鑑寫好一點啊 然後老師就會得到優良教師啊 自尊提高啊 然後各位分數也會比較高啊 懂嗎 就要上下交爭力 就這個意思啊 就叫齊約會選嘛 這段要是學務長 學務長不是 教長看到 原來他的成績是這樣出來的 是 好 所以這是優越理論 所以一樣啊 看什麼 笑什麼 你笑什麼就不要說啊 我看你很笨 所以我笑 當然不是 我說大哥 我實在沒見我那麼聰明的人 我就笑我真的有那麼大的福氣 這輩子能夠聽到你 看到你然後就笑得出來 大哥你真的是 有福之人能讓人家笑啊 我們孫老師就這樣的人啊 你跟他是同一個階級啊 然後他就回去查孫老師教學評鑑 原來是這個階級 平均數以下 是優越論啊 所以有優越論想法的人就很不願意你 自己變成笑柄 笑柄中文也不是好的字眼 這真的很糟糕 我覺得這真的是讓人生缺少不少樂趣 superiority theories 第二個叫做incongruity theory 就不一致理論 或前後不搭理論 那這個呢 通常有一點點無厘頭 就是兩件事情他用一個in 或用一個e 然後把它轉到另外層面上來 下面有的解釋會解釋更好 就完全不一致 所以很多笑話是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那個人做了一件事情 第二個階段那個人做的更誇張的事情 第三個階段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笑話一定要這三階段 沒有人講笑話幾乎只有兩個階段 很少 所以這是一個類似公式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不一致論 不一致論第一段第二段是一致的 在同一個邏輯上面 或同一個思考的平面上面 然後到第三個 完完全全出乎你意料之外 所以很多笑話還能再改啊 像湖中女神的笑話 什麼東西掉下去了 拿出來的什麼樣子 然後接下來人家就要東吃笑柄 什麼東西掉下去了 然後就怎麼樣 我看到最好笑的 我個人認為就是手機掉下去了 然後湖中女神就扶起來說 誰叫你不用Sony的這樣 我覺得這一定是Sony的廣告你知道嗎 因為它三十分鐘之內防水 我這就在想 手機發明防水這是給哪些人用的 潛水敷嗎 還是美國有一堆人一上廁所 砰就掉進去了 我相信一定有大到某一個地步 讓這些人覺得我們必須發明一個什麼來讓這些掉下去的還能夠把它給救回來 對不對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功能很重要就是防臭 各位不覺得嗎 你掉到那個地方 然後你把它拿起來 如果沒有防臭的功能 你可能還在那水下沖好久吧 還包括你的手 當然你家裡如果有用人那是你用人的手 OK 所以我到現在為止大貨不解 還有看了一些影片啦 常常有一些人 譬如007的人需要這種手機 因為007這種人開車不知道為什麼 常常會逼到河裡面或海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 技術型顯然也蠻好的 然後呢他們都要踢破窗子啦 幹什麼的對不對 然後這個人呢有時候還要求救啦 所以這個人在掉到水裡半個鐘頭之內 有這個必要還要使用手機 你我你想想看我們掉到水裡 我們還要半個鐘頭需要手機幹什麼呢 你我掉下去 我特別是我掉下去 我大概馬上就死了 那個手機只能錄到最後 還要流言 然後一流言水就進到我沸沸裡面去 然後就當上就死掉了 就 就這樣 very blue這樣 不一致理論 經濟論 surprise theory 不一致論跟經濟論有時候是合起來 就是說最後一個是出乎你意料之外 出乎你意料之外說 你不能有原來的邏輯來解釋 接下來模倫兩可論 其實也跟不一致理論有類似的 所以並成幾個有時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模倫兩可特別是雙關語啦 那每個文化都有陰同陰字 那也有同意字 但是那個同意字呢在看的時候 會特別的不一樣 因為念的時候有時候不會 那釋放論 這也是release and relieve 就是那種你的緊張狀態 透過這個 笑 透過這幽默和笑話 最後得到了一個大解放 你就這樣大笑出來 這個大概跟後面心理分析理論有些有點接近了 第七個叫全形論 configurational theory 這個我現在完全想不起來他舉的是什麼例子 很抱歉 那第八個是心理分析理論 這主要是從佛羅伊德的那本書來的 佛羅伊德的那本書我看過兩遍 我不知道要怎麼做筆記這樣 因為那書真的不太好念 我的程度當然沒有理解到那個地步 所以我就沒有做講義 所以心理分析理論 我就對不起大家了 各位有機會 或者你的慧根高一點 你可以去看那本書有中藝本 簡理之反理之都有 叫《詢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 那個書不太好念 非常不好念 好那接下來另外一個人 主要近的一群人 這群人是MIT的研究認知科學的 認知科學最近前一陣子在台灣紅了幾天 紅了一天 然後馬上就沒有紅了 這個認知科學的問題 那他整理出七種幽默理論 比上面少了一種 第一種叫生物理論 特別還舉例 因為這本書我有 所以我就還可以查考 那上面那本書在圖書館借出來的 生物理論他舉個例子 Instead of working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Survivor of the fittest 就是逝者生存 很早就翻成逝者生存 We should be working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wittest Then we can all die laughing 他說不是survivor of the fittest 而是survivor of the wittest 應該最聰明的人活下來 其實某種程度是 最聰明的人會活下來 你看阿凡達那些 當然最邪惡的人 有時候也會活下來 然後最後最聰明的人 要幹掉最邪惡的人 這好像就是傳統以來的故事 你看任何超人電影 或者超級英雄電影都這樣 看到快不行的時候 到最後最後最後總是好人勝出的 好人不勝出這電影還看什麼呢 這電影拍給誰看的呢 好人一定會勝出你放心好了 這是一個美國著名的女諧星 叫Lily Tomlin所講的 以前我在美國的時候 她還常常講笑話 非常好笑這樣 第二個叫play theory 遊戲理論 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一個說法 如果你第一次還不知道她什麼意思 你真的是IQ有點問題 When I was young we were so poor 我們年輕的時候我窮到不行啊 窮到什麼地步呢 窮到說If I hadn't been a boy I'd have had nothing to play with 窮到我要不是個男孩啊 我根本就沒有東西可以玩 我看到的時候我心中笑到在地上滾了好幾圈這樣 就哇什麼都講什麼都沒講 然後竟然那麼好笑這樣 這是遊戲理論 the play theory 這前面沒有的 生物理論好歹還是有 那第三優越理論前面也有 後來的三分法也有 德州人就說 Texan就說 Where are you from? 你從哪來啊? 德州當然有他的口音 那是哈佛畢業生 在美國叫哈佛畢業生 在台灣大概就是台大畢業生 在中國大概就是北大畢業生之類的 I come from a place where would we do not end our sentence with prepositions 比如這就是文法的介系詞 那我來的地方呢 是我們不會用介系詞來做結尾的地方 表示自己的文法很好 語言非常的高雅 德州人聽了都聽懂了說 OK Where are you from Jackass? 最後他的結尾說 你這個笨蛋 Jackass 你在看美國電影 Jackass已經算是非常非常非常客氣 美國電影裡面不能用那四個字 尤其是F開頭的字這樣 F開頭這四個字其實很多 譬如說fine對不對 沒錯 the F word F word很多都還不錯 my favorite 對不對 都還不錯的F字啊 當然有一個不好的F字這樣 我的小時候的字典真的沒有那個 那個Fu的那個字 所以這個 有些字是不能的 Jackass 結果呢 因為不能用這個F開頭 那個四個字 所以呢就有人發明了代替的字 所以你就看到代替字變成 罵人罵得很厲害 我一次就看到紐約時報就講這種 電影上面 他們那個聯邦傳播委員會 可以容許的幾個字 一個叫douche跟douche bag這樣 他就不懂為什麼douche跟douche bag 那麼的 那麼的常用 常用到幾乎代替的那個原來 你很討厭的F的字這樣 那你可以去查一下douche跟douche bag這樣 你不要很高興的說 啊吃難節到了我送你一個douche bag這樣 你會不會打到鼻青臉腫而不知道為什麼 douche跟douche bag 你可以看一下美國電影或美國電視 他們碰到好多字的時候 像有holy開頭的 那你holy就不能亂講啊 你不能有curse啊 所以後來叫holy crap 什麼叫holy crap 你要認真說 啊真的神聖的螃蟹啊 Cut the crap 神聖的螃蟹把那個螃蟹給切一下 你發音不好的話 你在美國活得會非常的爆笑這樣 譬如說你去買床單這樣 Give me your shit 你馬上也會搞得很很很爆笑這樣 我一個朋友不是這樣的 他到美國去說買燈泡 說Bob這樣 We don't have Bob We have George We have John We don't have Bob這樣 所以這也是 我覺得外國人有時候欺負 美國人有時候欺負這個外國人 發音不標準就是外國人專利啊對不對 你有口音這才是可愛的啊 一個老外講講國語講的跟我們 或講的比我們還好 那叫老外嗎 那叫偵探 你懂嗎 CIA的才會這樣 一個老外萬一講國語講的那樣子 便便扭扭扭 你就好可愛 萬一那老外又長得很帥或很正這樣 可愛到不行啊對不對 懂嗎 各位要有這種當可愛老外的心態 這堂課我好像講的比較不錯 以後就拿這堂課當廣播 我就覺得這樂器都沒有教得很好這樣 樂器幽默的時候也覺得 我好像都不太幽默這樣 非常慚愧 好 所以都是jackass 罵人的話 罵人的話 是所有的非語言的課本裡面最先學到的 最先學到你真的不要亂用啊 那有的時候真的蠻危險的 有時候換來的就是你的那熊貓臉 好 the only thing that sustain one through life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immense inferiority of everyone else 讓你能夠存活下去的 能夠繼續活下去的一個重點就在於 你瞭解到別人真的比你笨到不行 就我們這種學校特別容易有這種想法 還有亞斯伯格人 然後剛好我們學校的人亞斯伯格人 大概都在我們學校 哈哈 我們學校的亞斯伯格大本營這樣 and this is a feeling that I've always cultivated 他說我呢一直就在就沉浸在這種氛圍裡 這是Oscar Wilder 這是王爾德 中文翻譯王爾德 王爾德寫了很多很有名的劇 有個劇叫不可兒戲 不可兒戲呢 英文叫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然後劇中的人就叫earnest 然後弄了很多很多笑話 我在伯克萊的進修的那一年 看了這齣劇的現場版 也是笑到翻 全場人都笑到翻 不是只有我笑到翻 那時候我就覺得 哎呀 這輩子終於可以聽英文笑話 覺得很高興 英文真的學到通了 就是能聽笑話 英文聽到學到能夠看那個 學術論文那不算什麼 那Google翻譯都可以翻學術論文 那一點都不算什麼 學術論文都寫得很差 以前我們以為是很高深的英文字 到了美國去 很多美國人自己都不認識 GRE要考你就是考一個 如何做一個高級的外國人 連美國人都不認識的英文字 好 Four surgeons were taking coffee break and were discussing their work 四個外科醫生在討論 在喝咖啡的時候 美國的工作有 coffee break 台灣的工作沒有 coffee break 你從早上進辦公室到中午吃飯 沒有任何 break 美國是有固定的 break 你可以休息15分鐘 三個鐘頭可以休息15分鐘 所以你就有 coffee break 你在那時候幹嘛都是你家的事 台灣因為沒有 coffee break 所以所有時間呢 你都盡量能偷懶就偷懶 美國是只有你在那15分鐘能夠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一個工作安排 人都要休息啊 你不休息就叫人家一起坐下去 那效率會非常非常的差 而且會把人家生理搞壞 可是大家都不了解這一點 然後覺得一定要坐啊 坐滿8小時 坐滿7小時 坐滿符合勞基法 到後來效率都很差 像學校教書也是一樣 我們以前就 以前在台灣教書非常的輕鬆 真是天堂的日子 不必交滿那麼多時間 台大呢那時候最賊 禮拜六就是第一週 那時候禮拜六還要上課 所以第二天休息 禮拜六那時候沒有週休二日 禮拜六第一週 然後到下禮拜一 就第二週開始上課 然後全部好像14週左右 老師也快樂 學生也快樂 所以臉上都帶滿笑容 那時候念台大是帶滿笑容的 現在要上滿18週 從禮拜一開始 那很多假日全部都去掉 這樣子我們的學生有學的更好嗎 我們的教授有更快樂嗎 我覺得他們真的應該研究一下 我個人是建議 每個月上三個禮拜 休息一個禮拜 上三個禮拜休息一個禮拜 這樣子真的最好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像各位坐在我的教室裡面 如果我講的好 你還覺得收穫多 如果講的不如我的講義 你不就去到圖書館去看我的講義 你會覺得學的比較多嗎 我以前當學生就這樣啊 上老師三堂課 不如回去看三個小時 有的其實有些老師還隱藏了一首 我都沒有隱藏啊 我看的東西就跟你們看的東西是一模一樣 有的老師在我以前的時代 給你們東西跟他自己講的東西是兩回事 有一天我就發現老師用的那個秘本 我上課前就把那秘本的所有的東西都看過 發現老師講的一模一樣 一個字都沒差 那他為什麼不給我那個秘本呢 我回家看就好了 我上課幹嘛呢 有任何路的去嗎 我們老師長的又不美 對不對 只有那種美女級或帥哥級老師 才應該入鏡頭啊 譬如說孫維新老師啊 那帥哥級的才應該入鏡啊 我們這種人 擺個熊媽咪在這裡就可以了 我們再怎麼長也不會熊媽咪可愛吧 對不對 會擺個聖誕老人 我本來今天想 我今天是不是該裝成聖誕老人來上課 坐在這兒然後弄個胡子 反正然後弄個帽子 然後我有一個聖誕的那個 有一個迷路的一個袋子 以前有同學送給我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然後我就可以坐在這邊 呼呼呼這樣對不對 這集可能會 然後再配上後製的音樂對不對 然後幾支迷路走過去說 請問路在哪裡 那才叫迷路對不對 不然怎麼叫迷路呢 他沒有迷路你怎麼知道 所以各位要收不到聖誕禮物 不要太慌張 因為中文把那個翻成迷路 沒什麼好翻的嗎 不能有別的名字可以選嗎 叫迷路你看 我第一次學到說 為什麼翻成迷路呢 我覺得中文字那麼多 所以我一直都沒收到聖誕禮物 一直到今天 我收到聖誕禮物非常感恩這樣 有些人知道我眼睛不好 就是送我 護眼睛的一個機器這樣 我到現在不知道怎麼用 今天才拿到 好感動這樣 我年紀那麼大 好久沒收到聖誕禮物 好久沒收到聖誕禮物 唉 老天有眼 送我一個酷眼的聖誕禮物 好 好 所以這四個外科醫生 有Coffee Break 然後再討論 The first said I think accountants are the easiest to operate 我覺得 會計師 開刀最方便 為什麼呢 這跟他們的個性有關 You open them up 你把它打開以後 就打開他內帳 And everything inside is number 因為會計師喜歡把所有事情編號 像你有機會報稅 像50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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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去你的 覺得每次報稅心情都非常非常不好 在國外報稅也是 在國內報稅也是這樣 那這會計師就好喜歡這個東西 The second said 其實第一個是會計師 I think librarians are the easiest to operate 圖書館員才是的 You open them up And everything inside is in alphabetical order 這是圖書館 The third said I like to operate on electricians 那那個電工才厲害呢 打開他們 You open them up And everything inside is color coded 紅色的線 黃色的線 綠色的線 所以你只要看那個警匪片 總有那個要拆解炸彈的對不對 然後就是紅色線 藍色線跟黃色線 還有白色線 你要剪哪一條 你放心 從我看電影到現在沒有一個人剪錯的 你現在哪一條都沒有錯 那天我看電影又出現了 然後這天我看電影最誇張的是 它出現了 因為它好像是嗎 因為光線的光線 看的每一條都是紅的這樣 看的每一條都是紅的這樣 其實應該有四個顏色 結果那個它另外一邊就是說 Find the reddest 最紅的那一條 最紅的那一條 我想你割哪一條你都不會死的啦 你放心啦 你的contract裡面有寫啦 你不會死的啦 我看電影看那麼多年了 我會不知道嗎 你就割吧你 我覺得有時候觀眾要給演員一些打氣 你知道嗎 不然他真的好像以為他會死的樣子 真是 Color coded 所以割哪一條 所以各位將來看電影看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如果像我那麼常看電影 你也會發現有很多他們不會死的秘訣 割哪一條都沒差 以前武俠小說都這樣 只要那個主角或任何一個人 跳到山谷裡面去 沒有一個死的 沒有一個死的 然後大家都以為他死了 那個就是寫作的人不知道該怎麼辦 先把他割在那 哪一天找不到人呢 不是有一根站在山谷裡面嗎 再把他救出來 懂嗎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新鮮事的啦 不會死啊 他死了又會死了你知道嗎 那人都不會死的 反正那個 哎呀劇中人物嘛 他的死跟我們的死是不一樣意思的嘛 我小時候呢玩這個遊戲 大人非常緊張說 哎呀這小孩子會覺得自己死掉 我們玩鬥刀遊戲 你就殺他 說你死了 我們就死了啊 然後我們就安之如遺啊 從小就學習死亡啊 然後結果大人就好緊張說 這樣不行啊 小孩子學死這樣 電動玩具也是啊 然後就死了嘛對不對 你玩玩玩 那聲音又配合得很好這樣 結果大人又很緊張說 哎呀這樣小孩對生死會有錯誤的觀念 生死他什麼錯誤的觀念 他說啊那小孩就以為死了還可以復生這樣 是你這個大人才會這樣想吧 我就沒有認識幾個小學同學 認為人死了還能復生 然後電動玩具的死跟那個死完全是兩回事 難道大人都不知道嗎 我以前看到那個專家發表言論 我都覺得天啊我這樣要當專家 是那麼笨的話我就不要了 專家不知道為什麼 頭給磚頭打到了嘛 才叫專家嘛 笨成那樣 以前有那個布袋系 全民瘋狂 尤其我們這種國中生 然後布袋系裡面有一個哈麥爾尺 叫哈麥爾尺 哈麥爾尺 哈麥爾尺講話是結巴的 哈專家又發表言論 說這個呢就是交派學生 將來大家台灣人都會講話結巴 那個專家又活到今天看謝金燕的那個 他不瘋掉嗎 對不對 不僅結巴你還叫他姊姊呢 只有他妹妹要叫他姊姊 你們現在叫他姊姊幹嘛 那我到現在都不懂 好吧 我那天還這樣董姿董姿這樣 天吶 我跟你講 連光看電視就看到學會 你知道這首歌不紅真的是很難的這樣 那第四個說了 operate on lawyers 這個就是叫律師笑話 their heartless, spineless, gutless and their head and their asses are interchangeable 因為這人呢沒心 沒脊椎 spine的時候真的沒骨氣了 講spine就是脊椎嘛 Godless沒有膽 然後他們的頭跟他們的屁股 是可以互換的 這些人反正為了賺錢 你看這裡把這個 把這個律師講的 是講這四種行業 那這是所謂的優越論 那釋放論 釋放論說 Last night I made a Freudian slip Floidian slip 就是說你講話說溜了嘴 在佛羅伊德的看法 這說溜嘴都代表你的潛意識 哎呀學到這以後呢 你人生就活得很痛苦 你沒學這個以前 你覺得講話講錯是正常的 你學到這以後 所有講話講錯都是有陰謀的 你就要在那話中 說溜嘴的話 強調他的 找到他自己行間的意思 叫Floidian slip I was having dinner with my mother and I want to say please pass me the butter 外國人吃東西 不像我們中國人 是一盤大家去夾的 他就是這樣傳來傳去的 有的外國人認為 中國人吃飯不衛生 因為每個人的筷子都在那裡面 掺了一點口水這樣 你就不知道那叫基因交換嗎 你嫌的不衛生 你們還自己交換口水 那就更衛生了嗎 你好歹 終於隔個筷子吧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老外啊 看人家吃飯不爽 就覺得那個不衛生 所以後來就 應付著衛生的問題啊 就發明了公塊 你不覺得增加性別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煩惱嗎 你出了公塊 你要不要再吃一個母塊啊 對不對 如果你是多元家庭的話 還要不要子塊啊 女塊啊 爺爺塊啊 誠實 諮詢煩惱 好 他說 Police pand me so but it come out as you bitch you ruin my life 這是美國人才會對媽媽這樣講話 台灣人大概 除非你在那個 跟治療師講話 不然沒有人會這樣講 你這個屌子 bitch非常不好的話 you ruin my life 你毀了我的生活 尤其從佛羅伊德的理論 在美國大行其道以來 美國的心理分析 基本上是以這個為基礎的 全世界沒有那麼多國家 真的沒有那麼多國家 對於這種理 對於這種 心理治療那麼的依賴 有人 一依賴就依賴十幾二十年 曾經有人寫書 認為這是沒有用的 當然被心理學會 心理分析學會所反對 所以這裡面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他們就講出 你看美國的很多劇 現在非常非常典型的 只要這個人是什麼 連續殺人犯啦 是什麼的話 那很簡單 往前追溯 他一定有一個酗酒的爸爸 有一個家暴的爸爸 或一個軟弱的媽媽 一定有一個這樣的故事的 這已經變成公式了 你知道嗎 就十三台的意思 好 那接下來呢 說email email 這段我非常喜歡這段 我喜歡玩這種文字遊戲 表現出對語言的欣賞 email is the happy medium 是快樂的媒介 或媒體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male and female email 第一個押韻嗎 第二個這個 male跟female 最快樂中介叫email 早先中文不是翻成email嗎 那現在沒有人這樣翻了啦 但是email已經變成是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那個 現在都講寫信都講寫這個啦 你不知道剛開始email的時候會被認為非常不正式 這也是通訊方式的改變 最古的時候呢 人跟人寫信是用毛筆寫的在中文 後來用鋼筆寫西風東建以後 那拿毛筆的人覺得鋼筆字難看啊 然後鋼筆呢後來被原字筆所取代 然後你用鉛筆寫字是被認為是很不正式的 因為鉛筆隨時可以插掉 懂嗎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敢用鋼筆寫字 在台灣 因為那是不正式的 可是呢電腦發明以後 就要用2B軟心鉛筆 要畫那格子 因為電腦只認得那個 你就知道電腦不是很聰明的東西 然後後來呢電話發明了 在那後來不是只在電腦之前 之後了 電腦電話發明以後 電話裡講話被認為是很不正式的 然後手機發明了 電話還可以錄音 所以錄音又變成是正式的東西 然後E-mail出現了 剛開始覺得E-mail算什麼 你怎麼可以用E-mail通知別人什麼 而現在E-mail變成是正式的 校長祝賀我們新春快樂 或者聖誕節快樂 全部發E-mail了 以前就真的要發一個卡片 那台灣的一些 政府機構 我有個學生在當替代役 有一天寄給我一張教師節賀卡 我想嘿 這是太陽打西邊出來的 這傢伙從來沒寄給我賀卡 有一天幹嘛 他打電話給我還幹嘛 就聊起來 老師你有沒有收到我的賀卡 我說E-mail你發什麼神經啊 你從來都沒寄過賀卡給我 他就偷偷笑說 老師你不知道我現在在當替代役 再替我們長官寫賀卡 然後寫完了還剩下一張 我就寫給你了 嘿嘿嘿嘿 就這樣 是他長官寫給長官的老師的賀卡 結果他剩下一張就發給我這樣 反正郵票錢一定也不是他出的 就是納稅義務人的錢這樣 還有人寫賀卡 有人呢發了賀卡 結果用蓋那個橡皮章的 像公文一樣 你覺得這有誠意嗎 以前那個什麼 祝你新春快樂 那幾個字都印刷了 最後簽個名 這已經被認為極度沒誠意了 現在連那簽名都是蓋章的 所以誠意在哪裡 我就不知道還要發那個卡片幹什麼 結果有一天我就很那個的 我說同學不必寫賀卡給老師 浪費資源 結果從那天以後就沒有收到賀卡 然後那時候流行電子賀卡 你要什麼到哪裡去打開 然後就會唱一段歌什麼的 我還覺得真的很烏鴉同學 不要寫賀卡給老師了 結果到現在為止 我幾乎就沒收到賀卡 所以同學不要 人不要太鐵齒的 人家對你好你就接受 不要說你不要再送那給我了 你到時候就咕咕老一聲 不要說老師沒教你 那個接下來是不一致跟不一致解決 或者或解論 就或解是我的翻譯 叫incongruity一般是這樣 那但是有人比較仔細的說 incongruity有時候 有時候並不能造成笑話 那你這個看起來不搭的事情 最後有一種解決的方式 這才叫做笑話呀 所以叫incongruity resolution theories 那這個groucho Marx 是美國演藝界早先很早的一個 有趣的一個人 雖然叫做馬克思 但是跟那個馬克思沒有任何關係 我都沒機會看到他演的東西 網路上可能會有 叫humor is reason gone mad 幽默就是理性發瘋的就叫幽默 這當然是一個極端的說法 然後那個另外一個 O'Reilly was on trial for armed robbery O'Reilly這個人 因為這O'Reilly是一個 蘇格蘭人的名字 你不要忘掉這一點 因為這裡面有關那個蘇格蘭人的 族裔笑話 然後他因為捷獲搶劫 武裝搶劫 然後這個受審 這樣 The jury came out and announced not guilty 這樣 然後這個陪審團的人就出來了 就宣佈說 我們覺得他沒罪 Wonderful said O'Reilly Does that mean I can keep the money? 他說 太好了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搶那些錢 我自己可以留下來了嘛 這個當然 這個就是 剛開始你還不知道 O'Reilly為什麼會被審判 然後為什麼會被判無罪 然後結果他的答案 就讓你知道這樣 另外叫 surprise theory So an atheist Atheist 無神論者 Atheist explorer In deepest Amazon Suddenly finds himself surrounded By a bloodthirsty group of natives 這情境設得非常的清楚 這一個無神論的探險家 發現了這個嗜血的一群原住民 在亞馬遜地區把他們包圍起來 Upon surveying the situation 他看的情況 He says quietly 他就很安靜地說 然後自己就悄悄地對自己 就自言自己說 Oh God, I'm screwed 這下我完蛋 不過I'm screwed 這個意思呢 字面的意思也可以是說 我被人家上 This is a There is a ray of light from heaven And a voice boomed out 然後結果天上來了一道光 這光呢發出了一個聲音 說No, you are not screwed 這有時候協力是強調的意思 說你呀還沒有完蛋呢 Pick up that stone at your feet And bash in the head of the chief standing in front of you 所以你就撿起你腳下這塊石頭 然後把那個站在前面這個球長呢 給打下去 把他K下去這樣 So the explorer picks up the stone And proceed to bash the living hack The living hack out of the chief 就把那個球長照著做 拿個石頭就K他 狠狠地K一頓 As he stand out Stand about the liveless body 他就站在這個 當然球長被他打死了 他就站在屍體旁邊 breathing heavily 非常呼吸沉重 因為花太大力氣 And surrounded by a hundred natives With a look of shock on their face 可能嚇死了 他把球長打死了 這怎麼辦 你要有畫面 腦中一定要有畫面 懂嗎 God's voice boom out again OK Now you're screwed 現在你就真的完蛋 這個上帝顯然是很愛開玩笑 這不是那種仁慈的救他上去的 如果你是Star Trek的謎 在這裡你就會講說 Oh beat me up Scotty 這樣 就把你逼上去這樣 你們顯然都不是這個generation 我們是previous generation Star Trek有一季 有一季叫做 The next generation 我們往前跑 就是the previous generation 好伯格森呢 就講到機械幽默論 說幽默就是因為他的行為機械 跟活人不一樣 所以覺得好笑這樣 那笑話舉例 這也是一個笑 律師笑話 A lawyer was approached by Mephistopheles Mephistopheles 是福士德小 這個哥德福士德這個小說裡面 的魔鬼 魔鬼叫Mephistopheles 他就跟這個讀書人做交易 跟福士德做交易 就是你要什麼聖書全馬我都給你 我只要交換你的靈魂 結果這個人求變了所有的知識 覺得好啊 所以就給他女人給他什麼這樣 這是一個比喻 很多讀書人最後都是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給了魔鬼 那美國的這個律師叫做魔鬼的辯護士 The Devil's Advocate 也是有這樣的因緣 有這樣的故事 所以這個律師就被Mephistopheles所接觸 who offered him a brilliant career and a defense attorney leading to a seat on the Supreme Court 當律師你就希望將人到最高法院去當法官了 當最高法院的法官 這在美國是很大的榮譽 and a Hollywood movie biopic 然後還有包括好萊塢會以你的生平拍一部電影 in exchange for the souls of his wife and three children 有趣的是 他要交換的不是你的靈魂 而是你太太跟你三個小孩的靈魂 這是這故事很不一樣的開頭 now the lawyer thought in thought sweat sweat pouring out of pouring off his brow 律師就陷入了思考這樣 然後這個汗從眉毛眉間流出這樣 finally he looked up at Mephistopheles and said there's a catch right 所以你這一定還有什麼陰謀在後面對不對 其實這個 就是講這律師不太相信人 這個笑話是這樣 太機械這樣 這哪有什麼catch 而且交換的是你太太跟你小孩 又不是你的 然後他也沒顯示出這個律師是一個好丈夫 或是好爸爸 這個對中國人來考慮 可能在看這個笑話就覺得 哇這是好爸爸 不願意交換自己的太太的靈魂 跟小孩的靈魂 在外國來看 這就是一個笨人 反正又不是你的靈魂 你怕什麼 擔心什麼這樣 好那接下來的另外一個是笑話的兩極對比 這是另外一種理論 但這種理論呢都有適合解釋地方 也有解釋不通的地方 那他因為沒有特別在舉例 所以我就特別說一下 我把中英對照 所以這其實只有兩個欄位 一個是前面第一欄是理論家 包括 包括Thomas Hobbes Sigmund Freud Henri Besson 跟這個 Gregory Batterson 還有這個 Northrop Fry 跟Peter Berger 這些人 後面的人呢是比較近代的人 前面的人大概都是 當然 Thomas Hobbes是比較早的人 那他的對比就是優越論跟低劣的態度 這是一個笑話的一個對比 佛羅里德講的就是有意識跟無意識的 你的那個說話說溜了嘴 其實是把你的無意識說出來而已 那你有了這個概念以後 你真的很難講話你就乾脆要特別小心 或乾脆不講話 因為講話有時候不小心 人家就會曲解你的意思 然後後來當然也有人是故意說溜嘴 在演藝人員裡面常常出現說 你就是太肥了 沒有啦沒有啦 用這種方式來遮嚴他說出來的話 但這是經過巧妙的設計 這不是一個真正在生活發生的事情 所以演藝人員發生的事情 到底你要怎麼去看它 是一個一直很棘手的問題 你要把電視或者電影裡面的世界 想成是另外一種reality 那個reality跟我們的everyday reality是不一樣的 那Beck Song 這個伯格森就講死板跟靈活的行為 這個律師的那個笑話 就是他太過死板在他思考上 Gregory Batterson呢 是在美國學術界還蠻重要的一個人 在台灣好像沒有人提到他 我到美國念書的時候 第一年就要念他的東西 書非常的特別 而且還有很多東西很難翻成英文這樣 很翻成中文 他的書名叫 Steps to Ecology of 什麼呢 Ecology of Mind 好像是這樣 心靈的生態學的什麼步驟 可是裡面講的包括對精神分析 包括對精神病人 還有一個概念叫Double Bind 像這樣的概念 我那時候唸的那樣的 不知道在唸什麼這樣 後來發現很多人引用他的東西 這Beck Song Beck Song就講真假的悖論 這悖論就是自相矛盾 這悖論是Paradox Paradox有時候翻成 大陸通常翻成悖論 那悖有的是炎字旁 有的是樹形旁這樣 就自我矛盾 他認為精神病人 就在自我矛盾上面不能解決 所以造成了某種精神病狀況的發生 那Fry就講真假架構 然後Berger講到違反跟維持原則的衝突 認為這是造成幽默或是笑話的 這種對比的概念 他寫得很簡單 並沒有呢 我們大概不會講到Peter Burgen Fry跟Batterson 其他前還有Froid 我們大概會講到其他幾個 接下來呢我們就慢慢介紹 柏格森的笑 柏格森的笑這篇 原來是在雜誌上的文章 笑 他的副標是叫《論古蹟》 這是中文的翻譯 這本書現在不好找到 大陸 原來是一個大陸人翻譯的 好像是大陸先出版 然後台灣早期在兩岸交流的時候 就先出版了 但是沒有從印1992年的書 那三篇文章 後來匯集成一本書 在英文世界也不是太重要 因為很難找到這本書的全文 然後這本書呢 有那種電子版 然後他通常都會跟別的書 合印在一起 因為書的篇幅不大 所以這是柏格森的英译本的問題 然後他的舉例呢 通常都是從莫里埃的戲劇 擷取而得的 少數是沒有著名出書的笑話 那有這幾個版本 有這個笑之研究 這是很早的版本 另外呢是1980年大陸的版 後來在台灣1992年出版 現在不太容易買得到 你在圖書館能借到 如果讀書 讀書心得有人寫這個 第一個人借走以後 第二個人 你大概就沒有機會看到這本書 這是圖書館的問題 圖書館 有些圖書館會把書弄成電子版 讓大家都比較容易看到 但是這個有時候 他們又很擔心違反著作權的問題 那中國大陸的學生或人 就比較不太在乎這個問題 所以你上某些中國大陸的網站 可以看到某些電子版 然後你只要上傳你的一些PDF檔 你還可以累積點數跟他們換這樣 這個在法律上當然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在學術的普及上面 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美國早期在十六世紀初期 美國文化比較落後的時候 也是靠著翻譯英國的書 然後讓自己的文化能夠成長 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我們就靠著翻版書 能夠學到一點英文世界的 一些最新的資訊 那時候買不起原文書 那時候資訊真的是很落後 誰掌握資訊 誰又控制這個世界 到現在為止 基本上所有的世界領導人 都了解這件事情 所以為什麼世界的領導人 世界的各國都要控制你的媒體 控制你的資訊 不是只有美國政府 監聽人家的電話而已 所有國家的所有政府的人都監聽 他們認為重要人的電話 所以你電話外面被監聽 表示你是受到重視 你的電話可以要求被監聽 我就希望我的電話被監聽 這樣 那個人一定彈出鳥來這樣 監聽我的事情一定是最輕鬆的 不然的話你想想看 唐唐一個點閱率超過是台大第一的人 既然電話沒被監聽 這實在是太看不起這個人了 各位不覺得嗎 雖然再過幾個月 可能就被紅紅夢超越了 大家就做夢去吧 紅紅夢老師聽說教得非常好 有人看過的 非常喜歡這樣 擋著我面子說 你不知道那老師教得有多好 我想那我呢 這話有時候聽了就很難過你知道嗎 當然你這樣問人家也說 你教得也不錯 這也不錯你知道嗎 也不錯 好吧 有時候人就是要面對這種現實 只是也不錯而已 所以最後到野外去教 比較不錯這個意思 好那這個他講到對於古蹟有分類 這是把那comic 法文的comic翻成古蹟 所以有形式上的 動作上的 情景上的 言語上的 這並不是太奇特的分類 其實笑話有時候是因為那個 不是講笑話的人 而是因為那個動作 像那個默片 基本上還有小丑 馬戲團小丑 不用講話的 靠著他的化妝 誇張的化妝 靠著他的誇張的動作 跟誇張的穿著 就非常好笑 至少引著小朋友可以大笑 我上次說過 在美國的兒童醫院 洛杉磯兒童醫院 聽說就有住院的幾個小丑 那台灣的兒童醫院 台大有的兒童醫院 有沒有住院小丑 我就不知道了 聽說有 可是這個聽說沒有被證實 我也沒去查 那有小丑對於小孩子看病 對小孩子在醫院 會有很大的幫助 會降低他的這種恐懼 所以這是一個好處 那動作的古蹟就是這樣不講話 情境的古蹟就是你佈置那個場合 那個場合看起來就很搞笑 所以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 那場合也可以很嚴肅 像你看佈置聖誕節場地 跟佈置總統演講的大禮堂 或者什麼周會大禮堂 那就完全不一樣 佈置總統的周會大禮堂 大概就要放什麼國旗啊 什麼很正式這些東西 你要是聖誕節的場地放國旗 這看起來就很怪很怪 你總要一點紅色東西綠色東西 最少要有一棵聖誕樹對不對 除非你是環保分子 不要聖誕樹 那佈置聖誕樹 總要有一些彩色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彩條啊那樣子的東西這樣 你好歹還要幾根拐杖堂啊 對不對 讓人家爛牙 反正到處都有牙科嘛 情景的古蹟 你要看到就覺得 啊這地方很搞笑這樣 可是很少有情景的古蹟 另外是語言的 那要靠人講話 通常呢都要找那種口齒伶俐的人 我有一陣子就被認為是口齒伶俐的人 而且呢很多人覺得說 我一定能夠在這嚴肅的場合 創造出什麼來 我是這樣自詩啦 但不是所有場合都可以啦 同學你知道嗎 因為場合真的也是要看了 他如果有期待你當然可以 可是真正期待你講笑話的時候 就會有一點尷尬啊 尤其有些場合 他根本沒聽清楚你在講什麼 我曾經有過好幾年 都在那很大的場合 這樣講講 拿麥克風講 有人根本就沒聽到 所以呢效果就很差 那也有那種前前 上個月吧 我到那個另外一個大學 去講他們通識課程 他就講到 我自己都覺得那場講得非常好這樣 幾乎回答每一個問題都是笑聲這樣 笑到那個老師後來來做總結 沒辦法做總結 他說我這個肌肉已經 需要回去按摩一下這樣 那是我成就感就很高啊 然後我們研究古蹟 要注意打幾件事情 最後一個分類叫做性格上的古蹟 有的人很僵化 一定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會讓你覺得很好笑 當然做他的親人 你可能會很受不了 各位有機會看生活大爆炸 那個Shelton就是一個非常非常 我太太每次看就覺得受不了這樣 真的有那種人活得不是很辛苦嗎 每次敲門一定要敲三次 然後叫三次這樣 叫三次你的名字 那會讓人發瘋的 好 那古蹟需要注意幾點 是真正屬於人的範圍以外 沒有所謂的古蹟 所以他研究的古蹟呢 基本上 是人類社會的一個行為 這也是幽默社會學 或笑話社會學 可以成立的最基礎的前提 不然的話 你想想看 古蹟只有在人類以外 才有所謂的古蹟 那你真的期待外星人一來 一來你就笑到不行 哈原來你們長這樣啊 哈哈這樣 然後他就拿他的雷射牆 把你打成一灘血水這樣 第二 通常伴隨著笑 哪是一種不動感情的心理狀態 他看來只有平靜 凝合的心靈上 他是這樣翻譯的 古蹟才能產生他震撼的作用 這個的應該是那個的 無動於衷的心理狀態 是笑的自然環境 笑的最大敵人莫過於情感 你有情感你就很難笑 你曉得沒有情感就比較容易 他這樣的意思 不要忘掉他的想法是很 早的想法 很多人不太贊成他的講法 而且是哲學家的講法 哲學家講法 就憑著他自己的聰明才智來想的 不是根據什麼研究的結果 來這樣做的 所以他的聰明才智 萬一跟我們的相去有點距離 那他講的東西 有時候就不和我們講的東西 那笑需要一種回聲 因為我們笑總是一群人 這是在社會學上非常重要 就有人才有笑聲 然後要理解笑 就要把它放在他的自然環境裡 以致放在社會之中 特別應該確定笑的功利作用 也就是他的社會作用 讓我們現在就說清楚 這才是我們全部研究的指導思想 笑必須適應共同生活的某些要求 笑必須具有社會意義 那這個笑在這點上面呢 大概就跟林宇棠所說的幽默 就有點接近 我上禮拜幾的時候 禮拜六嘛 看了HBO的節目 他就有一個單口相聲的 美國單口相聲的兩個人在講 美國的 我才發現真的有這個節目 以前我在美國 1999年我在美國的時候 美國有一台電視的那個電視台 就是Cable上面 有一台叫Comedy Central 24小時播放笑話節目 那有人的那種專輯笑話 或者在Las Vegas哪裡講笑話 半個小時半個小時 還有人可以一個人獨撐全場講一個小時 笑話 那都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這樣 台灣到現在為止 沒有那麼多電視台 沒有一台是笑話台 台灣也沒有一台愛情台 我覺得我教的都可以給電視公司很多的想法 第一個你要愛情台 每天放愛情電影 你就轉到翻這樣 你最好放在大愛台旁邊 叫小愛台 這個他不小心轉到的時候就會轉到這樣 你這樣 因為看大愛台的人還蠻多的 你就要藉著人家不小心看到 或廣告的時候 或什麼的轉到你就看到 所以愛情台 你保證看不完的愛情電影 還有幽默台 我覺得蠻重要的 可惜沒有 還有另外一個 當然現在有些台有做 就是食物台 那個在美國叫Food Channel 把各國的食物節目 還包括一個大廚能夠一邊做菜 還有一邊有那個綜藝節目 還請個名人來跟他聊天 他在那邊做菜這樣 那當然你現在看這個叫旅遊生活頻道 TLC他也有這些節目 他們就把它全部綜合在一起 還做一些Local的節目 還有那個鐵人料理 日本的鐵人料理翻成英文 非常搞笑這樣 很認真的那個 搞笑是因為他翻成英文的關係 因為美國人不是這樣做事情的 美國的比賽節目也不是這樣比賽 但是日本人的比賽節目翻成英文以後 就有那種文化的差異所搞出來的好笑這樣 好 這是這個古蹟需要的幾點 那他有提到呢 說畸形跟古蹟的畸形 說常人能夠模仿的一切畸形 都可以成為古蹟的畸形 通常就是那個不日常生活的樣子 人體的可笑跟簡單機械裝置相關定律 這是個剛剛講的 人體的體態姿勢跟動作的可笑程度 以及這種身體讓我們聯想到一個簡單機械裝置 動作恰恰相當 一個人不是人 然後變成像機械的時候 有時候就很搞笑這樣 不知道誰發明的 這機械人講話的聲音 都是一聲的這樣 主人你好 歡迎你回來這樣 這都是外國人 機械人就這樣 你覺得機械人真的發明 沒辦法調聲音的高低嗎 這一直到最近 以前就有人說 我要打字進去 我可不可以用口述的 然後把我轉成字 這到現在為止這種軟體還沒有很成熟 但是有字它可以幫你唸出來的 在英文你假如用Kindle系統 你可以按一個東西以後 它可以幫你唸 你就不用唸 你就要聽就好 這對於那種視力不好的人 那個是一個大福音 就是我可以聽書 那中文到現在為止聽說也有 但是那個系統沒有發展的很好 因為中文的那語音可能複雜一點 但英文的有 我太太有一台Kindle 她就試給我聽這樣 她說你就不用 不用 你就打開按這個鍵 然後她就幫你唸了 唸有一點機械音 但是不會平平的這種 你不會害怕到以為外星人已經來了這樣 好 那這個精神跟身體的古蹟的規律 說凡與精神有關的結果 確保我們注意力吸引到人身體上的事情 都是古蹟的 這種你就要真的很認真的看 因為他都沒有舉例 然後你就要在你的 我們唸過的東西舉例 然後看能不能適用 然後有一些東西真的不太能適用 這個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 他可能特別想到的 是他知道的某一個笑話 但這個笑話呢 並不適用其他的 用來並不適用來解釋 其他的笑話 他說另外一個你看 人與物的規律 凡是一個人給我們 以他是一個物的印象 我們就要發酵 明明是一個人 然後裝成他是一個物 他認為這樣就會發酵 會嗎 我覺得有時候人裝成動物 會比較好發酵 或者像圓仔那樣子 有一批這種圓仔的死忠者 每天觀察圓仔 然後這個動物園就靠這些人 圓仔翻跟斗啦 或不小心摔到啦 他就好可愛啊 好好笑這樣 那什麼好笑的 熊貓長那樣有好笑嗎 我一直想不到熊貓有好笑的任何點 最近又有一個裝置藝術家要來 所以他在台灣搞什麼 一千六百隻熊貓 他在世界各地已經展出很多 所以因為全世界熊貓好像只剩下一千六百隻 他要提醒喚醒世人的注意 所以他呢要做了一千六百隻紫熊貓 然後到處演出 然後找那個大的場地 要放那一千六百隻熊貓 然後呢還有很多工作人員要來 譬如可能會放在這個 台北市政府前面的廣場 或者總統府大概中正健健堂一定跑不掉 我相信他一定不會放在動物園裡面 紫熊貓 裝置藝術真的是一個 需要高尚心靈的人才能欣賞的事情 我這種人是不太能欣賞 就像黃色小鴨一樣 我覺得真的是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 對於大家謎 黃色小鴨謎成那樣 我們小時候 在小時候再大一點的時候 洗澡的時候就會有那種 小鴨子浮在那個澡盆裡面 那就是黃色小鴨 我就不知道這個 變成那麼大以後是怎樣 浴室有個外星人會來嗎 或者有一個怪物會從海底出來嗎 然後那黃色小鴨是他的玩具這樣 葛斯伊叫什麼 庫斯阿 他說那是我的玩具 那就很難看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黃色小鴨說有什麼 療癒感 看到黃色小鴨療癒感 我順便問一下 我真的很大空 認為看到黃色小鴨真的有療癒感 請舉手好嗎 你要療癒什麼 你看到他以後你就忘掉說 經濟很困頓嗎 我這手機實在像素實在太低了 照不清楚 黃的你還需要怎麼樣 除非照出來是紅的 那你真的要考慮換手機 把那手機丟到水裡面 反正你也不是那一排的對不對 好 喜劇中常用的三種手法 那第一個叫重複 第二個導致地上相互干涉 那重複也不能重複太多次啊 有些相聲就是這樣就重複 但是不能重複太多 重複到一個地方大家就會覺得很煩啊 所以要重複到差不多的時候 那inversion導致 那我就不知道這個具體的例子是什麼 相互干涉 他說當一個情景同時屬於兩組絕對不相干的事情 並可以用兩種不同意思來解釋的時候 這個情景必然就是古蹟的 這就是前面講的這個不一致或解釋 不一致或那個禍解的那種理論 那通常在同音異致或同字異異 上面會展現這樣子的情況這樣 那古蹟語言的規律 在成槍濫調中插進荒謬的概念 就得到古蹟的語言 你可以注意一下 講話幽默的人都講什麼話這樣 好久不見 對啊 好久通常都被藏起來 怎麼會讓你見到 這個 把那個酒變成這個酒 但這真的會很好笑嗎 可能有些人會 大部分人聽完就覺得 好冷 那自然表達的一致性 一致規律 一致就扳開 不是那consistent的意思 是replacement 將某一個思想自然表達 一致為另一種比調 又得到古蹟的效果 沒有舉例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 喜劇的三個條件 前面是三個手法 這邊三個條件 人物不合社會 這是喜劇的一個條件 像那個卓別林 他可能看到的 可能有機會看到卓別林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那時間上要再去查一下 卓別林的電影裡面 那些人就是跟社會格格不入的這樣 社會的邊緣分子 第二觀眾不動情感 第三個就是機械作用 他非常強調 後人其他研究者 也一直抓著他的所謂 機械作用這一點 好 那他有講到一個笑話 你看一下 在277頁第二段 多年以前有一艘遊船 在迪厄浦附近沉沒 有幾個乘客 好不容易被救到一個船上 有幾位海關官員 原野城勇敢的參加救助工作 一開口跟趁個講話 卻問他們道 你有什麼要報官的嗎 就是這什麼好笑呢 就覺得這個人不通情理嘛 現在的記者一定會說 啊這官員到現在還非常官僚 我覺得有一位議員的話 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雖然意思更為微妙 有一次在鐵路出了一樁命案以後 這位議員在第二天質問鐵道部長說 兇犯在殺人以後一定是從反對側下車的 而這是違反鐵路規章的 說什麼蕭威嗎 當然這個有很多政治人物啦 不當時間說出不當話 或者擺出不當的表情 都會造成人家的抗議 菲律賓總統有一次 在菲律賓的一個什麼案件的時候 涉及到外國人 還涉及到香港人 還涉及到哪些人受傷的時候 還死亡的時候 菲律賓總統在講話的時候 好像露出微笑的表情 被人家K到半死這樣 菲律賓總統的環面也針對這個事情 有多說什麼 那我們的一個官員 好像是國防部的一個官員 在十年前吧 在針對軍中有人死亡這件事情 說了一句 其實師父看是很正常的一句話 但是當時被大家罵得要死的話 說哪裡不死人啊 這句話聽起來像是在 葬儀社的一個廣告對不對 哪裡不死人 那葬儀社最喜歡放的一首歌 在我們的時代說 叫《總有一天等到你》 這是葬儀社裡面最喜歡的一首歌 現在你去找看你們找到這首歌 以前在我們那時候 這是一首情歌 叫《總有一天等到你》 好 他說 有一位極端浩辯的當代哲學家 你看他的笑話都 程度都蠻高的 有人對他說 他的論證是 是這個是打錯 是無可指責的符合演藝法的 演藝法跟歸納法 但實驗結果卻是得其反 所以你這個演藝法好像不對吧 他說你的實驗有問題 你的實驗是錯了 就結束了討論 我的數字是不會錯的 你的實驗錯了 就像有人就說 當你的理論跟事實相反的時候 有些學者會認為說 那你的事實是有問題的 我的理論是不會錯的 我的儀器經過的校正 這個儀器沒有問題 甚至你的事實是錯的 這些學者的荒謬 或者無知 那這就是伯格森我覺得還可以 我看得懂的部分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一般就簡單的說 什麼機械作用 那一般會這樣子講很簡單啊 我相信大部分的二手研究者跟我一樣 大部分他的東西我看不懂啊 我看不懂就不要引用啊 像各位在念讀書心得的時候 讀書心得一定有一堆你看不懂的東西啊 那大部分學生就看不懂我就跳過去啊 我就寫我看得懂的啊 或者我連看得懂的我都不太確定啊 我就上什麼其他網站啊 博客來啊什麼看 那到底這本書的重點是什麼 你就尋求別人的協助這樣 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為什麼看不懂書 哪裡看不懂 我都希望你能夠寫出來 過去幾年上這本課的時候 有學生看那個 《笑聲與嘲弄》這本書 這本書還經過國立編譯館的 翻譯的加持還有補助 結果這學生呢 我自己也看那本書啊 我也記得我看那本書 前幾章都不太容易懂啊理論 所以才把理論放後頭 我還是在前面幾章就教一些 我都看不懂的東西 那我教起來也沒勁 我不相信你們聽得懂這樣 欸這學生在寫讀書心得的時候 就很 就非常認真的寫說前幾章 根本就翻得很爛 我根本就看不懂 我覺得這學生非常誠實 可是呢在大部分的報告裡面 同樣寫這本書的報告的同學 通常都會跳過 都會跳過所謂看不懂的地方 因為好像你真真實實的寫了 你看不懂 老師好像會看不起你 或者你某些人會看不起你 如果那些是你自己寫的話 看不懂是正常的 如果他寫的不對的話 或他發現的不好的話 看不懂你把它跳過去 你就一輩子都不會懂 所以這是要提醒你一下 另外一個人叫Arthur Kostler 這Kostler這個 他有一篇文章 他有一本書裡面的一篇文章 叫做《論幽默》 那這個人是寫小說 他的小說寫得非常非常的有名 這個 可惜台灣翻譯的很少 那他主要講到幽默跟發現跟藝術 是一種三連化的關係 Triptish 就是三幅畫連在一塊 從中間把它拆成兩個 那其實是有關聯的 幽默發現跟藝術 很少有人是這樣講的 說為什麼呢 幽默就幽默啊 藝術跟幽默什麼關係 那他認為這是有關係的 第一個 幽默企圖讓我們發笑 發現呢讓我們了解 第三個讓我們驚訝 那這個也把這種三大理論 基本上也涵蓋在裡面 好 創作過程呢 在邏輯上都是一樣 邏輯模式 包括發現潛在的相似性 尤其笑話 什麼東西跟什麼東西有什麼差別 或什麼東西跟什麼東西有什麼相似點 那很多都是創造出來的 那你平常都沒想過的 但是三者的情緒氣象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概念 一般沒有人這樣用 叫emotional climate 卻不相同 古蹟的微笑 具有一絲絲的攻擊性 特別是攻擊型的幽默風格 我們在上課的最前面跟後面幾場 都有講到 在那幽默命運觀裡面 跟那個幽默語文化裡面 特別講到四種不同的幽默風格 那個是Rod Martin等人 所涉及出來的一個幽默風格的問卷 所以呢 具有一絲絲的攻擊性 然後這攻擊性是其中一種 不是所有的幽默都有攻擊性 第二科學家的類比推理呢 是不涉及感情的 是中立的 這是發現 第三個是藝術 是人的想像是同情的 或是令人佩服的 是受到一種正向情感的激發 那他這個文章要證明 所有的創意活動的模式 都是所謂三架的 這架是化學的那個概念 Trivalent 他們都存在幽默 發現跟藝術之間 他們所涉及的情感 也從左到右 這個右呢是另外一個右 發生情感氣象上逐步變化 從攻擊性過渡到中立 再變成 這變成兩者也錯了 同情跟認同的 或者換種說法 他們對存在的看法 是從荒謬的經過抽象的 到悲劇或抒情 這已經論述的有點大了 已經不是我們課程的範圍了這樣 總而言之 他後來提出這個概念 叫bissociation 這概念呢 我們在談到 錢宗書 在駐那個蘇黎子烈傳的時候 有提到這個概念 bissociation 我們這邊翻成雙聯 雙聯不是中三戰的下一戰 那叫雙聯 內戰也叫雙聯 好 那這個bis就是兩個嘛 sociation就是association 把它連在一塊 把兩個看似不相干的東西 可以把它搭在一塊 創造出一個幽默或笑的效果 他說bissociation這個詞 是為了要區分在某一個層面 常見的思考技巧 以及創意行為 兩者不常識 經常不是在同一個層面運作的 我們簡單 最簡單的講法 就是兩個 兩個不搭嘎的東西 把它放在一塊 威爾基、John Wilkes 這個意思 窮人跟孤獨人的英雄 一個人幸災樂物告訴他 你的死中支持者 好像都將外套反過來穿 威爾基回答說 那怎麼可能 他們根本就沒有外套啊 那這個將外套反過來穿 是指背叛的意思 那是一個騙語 或者一個成語 那他把成語當作字面的意思 來看 然後在這裡 La Ronde是一個圓舞 這下面有個解釋 在La Ronde的風光歲月裡 一個長相不錯 卻身無分文的奧地利軍官 希望獲得一個時髦妓女的青睞 妓女為了擺脫男子的遊船 跟她說很抱歉 我已經心有所屬了 軍官很禮貌地回答說 小姐 可是我想的不是那麼高的地方 所以你是心有所屬 但我想的不是你的心呢 小姐講的是肚臍炎以上的事情 她講的是肚臍炎以下的事情 所以這個笑話都要有一個中簡的地方 要現在的話 那小姐可能甩下一巴掌說 不要臉 性騷擾 這個也可以這樣結束 故事有很多種結束的方法 那他認為幽默的種種面貌 第一個是雙關語跟妙語 雙關語呢 各位都知道 英文叫PUN 就是胖達人就是雙關語 什麼樣胖達人呢 就是我們不含人工香料 這就是雙關語 我們不含 你們含 你們吃的都含 我們不含 好 這個另外一個是妙語 妙語如珠 就有時候是有人覺得反應很快 有人平常呢 就常常會做這種字 或者字跟環境的聯想 這樣子 那有時候有些人不太注意這些事情 像我是一個非常無聊的人 我經常注意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特別喜歡看電影的招牌 然後看招牌可以玩什麼遊戲這樣 我特別會舉腳一些我認識人的名字 看這名字裡面能不能 產生什麼有意義的事情來 有時候呢 就有人會困擾這樣 我就碰到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的名字呢 是人品的品 不講他姓什麼 嘉義的嘉 叫品家 這品家呢 想找太太 就說 有一天就說 哎呀 這個真的 好 女人有德性 比她長得漂亮重要嗎 到底女人長得漂亮重要 還是她有德性這點比較重要 她就很困擾 大家都不敢回答她的問題 我說品家呀 答案就在你的名字裡呀 品嘛 人品當然很重要啦 你長得再漂亮 總有一天會年華老去啊 你看金馬獎那些人 哎呀 真的是美人慈目 你沒看到她最漂亮的樣子 雖然已經放了幾張照片出來給你看 當時的玉女紅心 現在一看阿嬤 對不對 那當然人會自然衰老啊 這不是什麼太那個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知道這種人的 長得漂亮與否 那個變化實在是可以很大 好不好 個性如何 這個變化會非常的小 好 那個長得很漂亮 現在看起來像阿嬤的 到現在為止 人都是誇她 個性很好 對所有人都很好 不僅是她的鏡頭 哪個角度都好看 她是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 那這個你看 她的容貌變了 她的品性沒有變 大家還都記得她這個好 你不會很無聊說 哎呀她現在已經肥到不成樣子了 你講什麼嘛 這 好那其他的那個 你們都不太知道 那個五十年的那個 其他的明星 都是我小時候都記得他們年輕時候的樣子 還有人沒有出席的 那個人真不出席 真沒出席 好 第二個是人跟動物啦 人跟動物會雙連 或者相關的人跟動物的混種 迪士尼卡通人物 會造成某些效果 迪士尼的卡通人物裡面 你也知道卡通人物從來不會死 不管他從哪裡掉下來 被炮轟成灰 下一個鏡頭出現的時候 他又在那兒 我小時候呢就看到一個 迪士尼叫roadrunner roadrunner是一隻這個 Coyote 他要吃一個東西 永遠沒吃到 永遠沒吃到 然後常常呢 沒吃到以後 還會被大炮轟到變成粉 那下一集他又出來了 下一鏡頭他又出來了 還有那個 應該也是迪士尼嗎 一隻那個貓嘛 那講話的時候是大舌頭 然後好像還會含了一堆口水 Pussycat 然後要抓那隻小鳥 那小鳥叫什麼 黃色的頭很大的那個 好像叫twitty好像 好像叫twitty 總之人知道 那個twitty呢 從頭到尾都沒被他吃到這樣 台灣的一些漫畫 因為我看的很少 所以不知道 那天有個新聞 說看喜羊羊的灰太郎 說大陸的有個小朋友 就把小朋友 就把其他小朋友拿來用火烤 因為好像那個 卡通裡面有一段這種 烤羊的這個故事 就聽說大陸就有小朋友 把他的朋友拿來烤 然後最後這個 判賠17萬人民幣 說這個卡通公司 誘導人做壞事 我每次這種判決 我都覺得 很有問題 第一個 如果真的誘導人做壞事 應該全大陸小朋友 都在考別的他的朋友 才對 這才真的誘導 如果不是 你是不是該好好的檢查 那小朋友的腦子這樣 還有他的 他家庭環境怎麼樣 為什麼大家 平平大家都看那個 那一集 沒有人會想到這個 那就是你這群人想到 他要去考那個小羊 我要是製作單位的律師 我就會這樣講啊 你調查一下 全中國那麼大 那麼多小孩 多少人看這個劇集 有多少人去真的去考羊 你這樣的話 那將來也不能有考羊的鏡頭 雖然有些小朋友顯然 我覺得他不是不知道啊 那大人就以他是未成年 所以不知道 有些小朋友邪惡的很啊 因為青少年有的人也很邪惡 他就覺得要把你打斷腿啊 砍斷你腳筋 因為這是日常生活的話 他不了解那事情的後果 有些大人也是啊 一喝了酒 就完全不了解事情的後果 這也很可怕的 第三 假冒他人身份 Impersonation 假冒他人身份 是同時具有兩種身份 那通常呢 具有兩種身份的人 他的兩種身份的交往的朋友 就會出現 一個男的交兩個女朋友 兩個女朋友同時出現 在聖誕節 那那個就造成一種笑話效果 他就得跑來跑去變換身份 然後怎麼樣這樣 這個也是一個笑話的 第三就是成人跟小孩 他說小小狗為什麼可愛 因為看起來無助依賴 困惑的表情 讓他比成年狗更具有人性 小狗的咆哮聲 也讓人家聯想到 假冒成人的行為 跟他不成比例的 腳掌眉頭跟皺紋 還有大肚子 大肚子的狗都吃得很好 尤其吃人的奶粉 脂肪過多 那個狗都會有大肚子 貓也會有大肚子 我養的貓 每一個人都捶著一個肚子 一直到死前 那個肚子才會縮回去這樣 沒辦法啦 真的不成比例啦 那很多小狗這樣甩頭一甩 自己還會摔倒這樣 失去重心 那都是狗可愛的地方 他狗就裝出一個真的很無辜的樣子 我們家狗要是做了什麼錯事 兩個耳朵就會平起來 然後就跟你這樣 然後腳就會這樣子 然後尾巴就這樣甩衣服說 對不起啦 對不起啦 對不起啦這樣 所以你人這樣做做看 那個不是那個什麼 穿靴子那隻貓嗎 他不是就教那個史瑞克裡面那隻驢子嗎 他說你只要那樣把那個水王眼鏡瞪大 然後很無辜的看著 大家都會去都會很同情你這樣 當然後來好像沒發生這件事情 那貓就很生氣這樣 所以可愛啊是有一樣 你們同學也是啊你看自從手機發明以後 可以有自拍的功能 你們多少同學都會什麼 仰角四十五度這樣看起來臉比較小這樣 有一次我這樣拍被人家笑 所以你這樣拍不是臉很大嗎 我說可是希特勒都這樣拍的啊 因為從這樣看起來人是很雄偉的啊 很偉大的 你們都是這樣拍 然後肚子小嘴叫 所有人看起來都一個表情 後來我發現好像是有道理的 我後來拍完以後那那個真的是臉很大 像金正恩一樣大 呦這能播嗎 到時候派的人把我給什麼狗行什麼之類的 北韓林老人長那樣 你還能說什麼呢 領袖萬歲 怎麼這麼說 不然怎麼辦呢 好啦這不成比例啦 所以貓跟狗啊還有那個 都是眼睛啊什麼都不成比例嘛 然後最明顯就是宅男電腦前面的公仔 完全不成比例嘛 那腿一定太長嘛 胸部一定太大嘛 那如果是真人的話根本撐不住嘛 那腰一定太細一定會斷掉 還能眼睛大到連貓的比例都不對 我家的貓臉小眼睛大 所以看起來很可愛 那個公仔那個比例比貓還誇張 怎麼可能呢 所以宅男基本上一輩子沒有希望 只能跟自己的公仔結婚 我相信將來多元成家方案一定包含 跟自己的公仔 不要小看啦 已經到那個地步了 下一步不是太遠的事情 好那接下來是索戲跟高雅 比如說舞台道具突然倒塌啦 假髮被風吹走啦 公共人物演講忘詞啦 或被人家丟鞋子啦 戲劇姿勢維持不動啦 這都是也是笑點之一這樣 尤其假髮被吹走 其實對那個禿頭的人來講 那是很大的傷害 一個很傳統很傳統的一個梗啦 就是一個只剩下三根頭髮的人 具體髮店嘛對不對 然後說啊你要 什麼我就中分什麼 三根頭髮的時候他要旁分 旁分不小心斷了一根 這樣兩根 他說那我中分吧 他中分又斷了一根這樣 然後他後來講什麼我忘了這樣 所以那個常常禿頭的人 你把人家講成那樣我覺得好嗎 所以他們就要戴那個很奇怪的假髮 誰都知道他們戴假髮呀 誰都知道啊除非他是癌症 不然的話每次看那種戴假髮的人 我都覺得有點難過這樣 何必呢 你買一頂帽子不是更好嗎 好吧我不知道 也許哪一天我吐頭了我就會了解 誇張模仿和諷刺 或者念諷刺 政治漫畫呢 將諷刺的政治評論轉為視覺效果 江山帶有這種畫政治漫畫的人出來 前幾堂課有那個畫諷刺漫畫的人 就坐在這課堂上 他們真的好厲害 抓住幾個梗就可以做這樣 然後視覺效果會變成諷刺主要的根據 那誇張漫畫的兩種手法 一個誇大誇大人物的性格外貌 扭曲成為生理上不可能 卻在視覺上有令人信服的效果 像很多人都會做嗎 畫一個大頭然後一個很小的身體這樣 然後這個做各種廣告的可能 就是過度簡化 忽略跟主題無關的特質 所以這是漫畫 接下來是格格不入 外表行為跟一般人不同 常常會被認為被取笑的對象 文藝附近的諸儒啊 駝背啊怪物啊 現在還是一樣啊 你看到一個人個子很小 你以為他小朋友 一看啊不是他是諸儒這樣 在台灣的街上你看到比較小 在台灣的電影圈你看到比較少 但是在國外的電影圈 你常看到諸儒拍電影 尤其有拍白雪公主電影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對諸儒 我比較氣憤的是 拍哈比人的時候 竟然沒有出現一對諸儒 哈比人都是真人演的 然後利用技巧把它弄得比較小這樣 我覺得那有點可惜 然後其實諸儒還可以演那個像 Dolby那種角色啊 結果好像都沒有 那個Star Wars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我們以為那機器人是機器人 沒有那機器人裡面藏了一個諸儒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那機器人裡面要藏一個諸儒 到現在為止還大貨不解 那機器人沒有幹什麼 那個叫做R2D2那個機器人 剛開始我們聽英文聽不懂是什麼東西 快才知道叫R2D2這樣 叫R2D2 然後另外一個人叫C3PO 不知道我們都不知道 C3PO 所以原來是C3PO這幾個字 後來多年後才知道原來就是這個字 以前不知道什麼意思啊 那個變成我們這種受美國文化影響很大的一群 然後你因為跟美國人想法一樣 你就比較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然後小孩子會笑脖子啊 叫口即講話口即的人啊 說話要口音的外國人啊 穿著怪異的人啊 你們現在基本上這個是某一個文化太僵化結果 現在各位的穿著在古人來看都非常怪異啊 就像古人的穿著對你們來看都非常怪異一樣啊 你認為他怪他會認為你不怪嗎 才怪 那接下來第八個 他叫做蜈蚣的吊詭 吳公子吊詭說 神經系統中有一種層級的組織 使得最高的中心可以指揮當下全體工作 而將次要的跟部分的工作 交由神經系統中的次中心去處理 這是一個說明 但沒有舉例什麼樣的笑話 或是什麼樣的這個 他說 這是結構跟功能部分跟集體之間 全體之間的雙連現象 那第九種呢 它叫做幻置 或者可以翻成置幻 displacement 突然轉移焦點 是幽默 甚至發現個藝術常見的現象 他就舉了一個例子 說一個賣舊車的人向顧客誇手 說你駕這輛車可以清晨出發 早上四點就到達Greenspeed 顧客回答說 那我早上四點到Greenspeed幹什麼 這就是轉化轉移焦點 因為他原來是要賣車的 比方這車性能很好 但是他因為舉例以後呢 人家就在這個舉例上做文章 很多聊天常常就是這樣 你舉例一個例子 你本來說明一個什麼樣的主題 但主題常常會忘掉 然後例子反而會變成是一個 談話的一個繼續的一個焦點這樣 好 第十叫做巧合 兩個絕對不相干的事件交錯到 可以做出兩種解釋 就會產生古蹟的作用 我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個事情 以前好像沒說過 別的課上應該有說過 就是我們當教授的人 在以前最重要的問題是升等 以前舊的制度 我們只要升一次等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有博士學位的人進來 在以前都是副教授 然後三年後就可以升等 成為教授 那你要升等的你就要寫出一篇一本書 以前是這樣 現在呢你大學 博士班畢業你進來 如果進來的話你是助理教授 你得花六年的時間 才當副教授 所以你要比我當時要多奮鬥六年 六年你還不一定能升得了副教授 六年以後呢再六年才升正教授 所以現在從那個畢業到教授 大概要花十二年的時間 最快 我們那時候最快三年 現在十二年 你看真的是越搞 現在越麻煩 然後那時候呢 我剛好要快在升等的這個 那個關頭上 結果我在那個辦公室 就碰到了一位資深的老師 現在已經過世了 資深老師跟我說 鍾馨啊你生了沒啊 那我那時候也在準備 生小孩的事情 所以聽完就覺得蠻害羞的這樣 怎麼老師在公開場合 談論這麼的私人的事情 我說還沒有啊這樣 他說你還等什麼 還不趕快升 我說哎呀這個也要看太太配合啊 我就講到這個 他你寫論文關你太太什麼事 我就當頭當場就覺得極糗這樣 然後他說 他說你 你到底以為我在說什麼 我說我以為你在說生小孩 那你生小孩關我什麼事 我在問你升等啊 我當然已經知道了 人心來不及了 順著量 那這對話還這樣繼續的很正常 他也不覺得有他 我也不疑有他 可是我們談的基本上是雞同鴨獎 最後我就被求到了這樣 所以這也是一個交錯做出 產生骨骑作用這樣 後來講很多事 回來多年後多年後 同樣的事情幾乎再度發生 我想不會吧 不是在發生在我身上 發生在別人身上 他也就說 孫老師我最近生了這樣 我說男的女的 然後就愣在那裡 他說不是生等 我說哦 他老師那你在說什麼 我說生小孩 所以我還在卡在生小孩這件事情上 照這個邏輯來看 十幾年來換了別的人 所以現在對於人家說 孫老師誰生了沒 我說非常緊張 你說的是 當然是生等啊 顯然沒有人對於生小孩會講說 誰生了沒這樣 所以 所以各位將來如果 跟老師還保持聯絡 如果生了小孩 請不要開老師的玩笑 你就直接說 老師我生了小孩 懂嗎 不要老說老師我生了 又來了 你知道老師就 最常掉入陷阱就這個 老師我生了 你大學生了 還大學生 無理頭 無理頭幽默呢 就當成講禮的時候 才會發生效果 像無理頭 周星馳就無理頭代表 這個詞呢 進入台灣的這個智慧 就是一個評論周星馳的表演方式的 一個影評家好像帶進來的 剛開始沒有人了解 什麼叫無理頭 現在沒有人不了解什麼叫無理頭 接下來癢 這講到跟笑有關 就小孩會燒癢會笑 所以很多人喜歡逗小孩 就燒他癢 然後我們以前逗小孩的時候 還要在這個手指頭 再這樣 這樣 先做一個事前警告動作 你們現在應該 我不知道你們還有沒有 然後小朋友一看到這個警告動作 就像那狗啊會流口水一樣 受到制約反應 然後他就這樣 他就已經笑不開 你碰他還沒碰他呢 他就已經笑到那種 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這樣 狗就完全不會 養了狗以後跟貓以後 就是 哈養這樣 那狗不知道我在幹什麼 到現在為止 他會翻肚皮 翻完肚皮 你當然就摸摸他肚皮啦 說啊好胖啊這樣 反正他一定也聽不懂啦 或者他們這種動物就是 情緒勞動嘛 裝得可愛 你就已經可以餵飽他了這樣 然後就常常哈他癢 都沒有用 所以哈癢顯然是人類的問題 可是呢 小孩哈癢會笑 是因為感知對方沒有惡意 而且知道那攻擊是假裝的 小孩從很小就知道 那狗跟狗什麼時候是正式打架 什麼時候是開玩笑的洋裝攻擊 那個狗都知道 所以你看那個狗圈子裡面看 狗跟狗打架 哪個是真的哪個假的 一眼就看出來 為什麼 真的打架會呲牙咧嘴 那假的打架 咬牙咬去 那無相打牙 那從來不呲牙咧嘴的 那尾巴會咬來咬去 所以那是很明顯就可以看出來的 貓跟貓也是 我們家以前有兩三隻以上的貓 那貓會互相舔來舔去 但有些貓呢 就很不認真的舔對方你知道嗎 然後弄到後來 另外一隻就很生氣這樣 啊啊啊 然後就開始就cat fat fight這樣啊 所以每次都看在眼裡 就 幹嘛那麼不認真舔人家 人家都好認真舔你這樣啊 你回報一下 那假的就很不認真的舔人家 現在在天堂 在舔別人的毛了這樣啊 啊 所以這個自己燒自己養是不會笑的 啊啊 這個是到現在為止很多人不解的原因 啊 這個 Costler的文章他自己也講 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想解釋這個 但是沒有一個解釋讓人滿意 為什麼你燒別人養別人會緊張會笑 啊 大部分人也都知道你沒有敵意 啊 但是呢 如果你自己燒養 啊 不知道為什麼都笑不起來 啊 各位如果真的很憂鬱的時候 你自己還要自己的養 試試看 一定笑不起來 第十三個小丑啦 我們上次說過了 小丑基本上是靠動作的 第十四個講到創意啊 強調啊 或簡約 Economy這時候只好翻譯成簡約 你翻譯成經濟就有點怪異 他舉例了 說一個畫商戴著一幅畫去看 戴著一幅有碧卡索簽名的油畫 到坎城去拜訪碧卡索 確定這個畫是真的還假的 碧卡索在畫室工作 看了那幅畫說假的 幾個月以後 畫商再帶了另外一幅有碧卡索簽名的畫 去拜訪碧卡索 碧卡索 碧卡索也同樣看了一眼說 假的 這畫商很困擾啊 說可是大師啊 幾年前您在做這畫的時候 我剛好就站在旁邊 親眼看著畫這畫 怎麼會說假的呢 碧卡索松懿接盲 說我經常畫假畫呀 這樣 所以假的 聽完這故事我都覺得酷啊 一個王子呢 在巡視國境的時候 發現群眾有一個人 跟他長得很像 就問他的母親說 你的母親 就問他說 你的母親在我的宮廷裡面做過嗎 以為是自己的孩子 結果沒想要被回嗆一下 他說沒有陛下 那人回答說 但是我的父親 曾經曾經在宮廷裡工作過 所以你宮廷裡的人是被他父親給搞了這樣 好第三個 有一對生命狼藉的商人發了大財 一對啊就是兩個啊 希望能夠躋身上流社會 就請了一個時髦的畫家幫他們畫肖像 然後裝上金框 放在宴會的大廳的入口處 顯眼地方 賓客中不乏知名的藝術評論家 滿了點笑容的主人 就將客人帶了這兩幅畫 放在一起的肖像畫中 評論家將兩幅畫看了以後 搖頭好像什麼東西遺漏了 等待許久他指的兩幅畫之間的空白處說 那救世主在哪裡 不好笑對吧 那是因為你沒有藝術史的知識 這個達文西那時代的人 都要畫達官貴族 特別教皇 都要畫自己跟耶穌在一起的畫像 可是呢最常見的畫像呢 是所謂的Holy Family 聖家畫像 就是聖父跟聖子跟聖母 這聖父是指約瑟這樣 這三個人這一家人呢 叫Holy Family 這三個人呢構成了一個圖 然後耶穌要畫成什麼樣 聖母瑪利亞的顏色是固定的 約瑟要畫成什麼樣 那常常有些人就畫成第四個 因為教皇就 那畫家有時候把他畫得很醜 或者其實他就長那麼醜 那鼻子實在醜到不行 所以這些都是自己要往聖家上 貼金的 你要有這個故事背景才知道 這兩個有錢商人 最後你只好批評他說 那耶穌在哪裡 這是罵他們 這人要往自己臉上貼金 你沒有那麼偉大 你這是有錢 有錢算什麼 你還要插個耶穌 這樣 所以這個當然商人 應該是聽不懂這個笑話 這我這次終於聽懂了這樣 有一次去看有關藝術史方面的書 解釋畫才知道 有這樣的事情 那聖母的顏色 尤其聖母瑪利亞的衣服顏色 有一大片藍跟紅色 所以青天白日滿地紅 那個青天跟滿地紅是很重要的聖母的顏色 還有說構圖要構成一個三角形這樣 他們三個人的位置 所以你再去看文藝復興以後 那個所謂Holy Family這個畫像 基本上是呈現一個三角形的狀態這樣 好的 那接下來他有說到古蹟技巧的三個判準 一個是原創性 看看是否有意外的效果 第二個是強調emphasis 透過強調加以暗示 諷刺有三個效果 一個是選擇簡化然後誇大 第三個種簡約就是economy 暗示的效果就是變形跟插入 插入什麼樣的話讓這個也搞笑 接下來的幾個部分是兩個部分應該是 都講人類學研究世界上的所謂出名部落 或primitive peoples 他們所發現的跟詭諧有關的 他們不是在研究全世界是不是到處有多少人 幽默是不是一個普及現象 這倒沒有人研究 浪漫愛是不是一個普及現象 有人研究花很大時間去研究 發現好像在現有的 我們已知的原始部落 或叫出名部落裡面 大概百分之八十幾 我的課堂上一堂課 愛情受學裡面有這樣的研究結果 有這種浪漫愛的故事或者事實出現 那這個玩笑呢 Rackley Brown呢 這個英國人類學家在1955年過世 很早就過世 他就研究了這個有所謂的joking relationship 這其實在現代社會也是可以發現 他發現呢在某些社會裡面 那個他先界定什麼叫做玩笑關係 或者你可以說開玩笑關係 那玩笑關係 一詞是指一種 兩個人之間 其中一個人根據習俗的規定 可以有時候是必須嘲諷或嘲笑另外一個人 而被嘲笑的人不能夠覺得被冒犯 如果在朋友之間 男性的朋友特別是 你可以虧他 他不會太生氣的這種關係 叫開玩笑關係 女同學之間有沒有我就不知道 那這是常見的開玩笑關係 他就講到這種開玩笑關係類型 有對稱跟不對稱的 彼此可以互虧的 還是只有一方可以虧另外一方 通常是有權力的人 虧沒有權力的人 而不是反過來 在這個早先COSER的有關這個公司裡面 組織裡面的研究 就發現這個權力大的上層的高層 可以開下層人的玩笑 下層人基本上不能開上層玩笑 特別是在公開場合開會啊什麼的這樣 所以是一個不對稱的關係 那一般朋友就是彼此可以虧來虧去 另外一種類型是口頭上的或者嬉鬧的遊戲 另外呢可以從內容上看它涉及淫秽 還是不涉及淫秽 有些開玩笑呢常常會有淫秽的玩笑 這是我們所謂黃色笑話的意思 所以他覺得玩笑關係裡面是夾雜的敵意 跟善意結合在一起 不是純然的善意也不是純然的敵意 而是兩個都有一點點 這就是玩笑關係的一個特色 旁人如果在外面呢 純粹從這種嚴肅模式來看的話 會很困擾你們到底兩個是什麼樣的關係 你們是朋友呢還是你們是敵人 為什麼你有的地方好像在諷刺他 有的地方你又好像在讚美他 這玩笑關係因為具有這兩種幾乎截然相反的那個 所以會造成這樣的印象 所以他這裡有個名詞叫做被允許的不尊敬 permitted disrespect 大部分時間的disrespect是不被允許的 那這裡是被允許的 那他發現呢在玩笑關係存在的因親之間 這些原始部落包 太太姐姐跟女兒之間 女人之間 男人跟太太的兄弟姐妹 通常在人類學 就不用中國的親屬稱為 不然的話就是男人跟他的舅舅 小舅子大舅子這些人 那這個人類學就要講 太太的兄弟姐妹之間 還有男人跟自己的媽媽兄弟的兒子跟兒女之間 就表兄弟姐妹啦 男人跟祖父母跟其兄弟之間就叔叔輩的 有的是男人跟母親的兄弟就舅舅啦 男人跟父親姐妹的丈夫就是故障啦 簡單講 這些呢是有這個可以有玩笑關係的 都限於姻親之間 另外一個部落之間比較罕見 部落跟部落之間有這個玩笑關係 另外有些是氏族之間 但是人類學對於tribe跟clang 就區分的比較清楚 各位可以上網查一下 我在這方面沒有太深的研究 那玩笑關係 基本上跟團體結盟是有關的 他認為有玩笑關係 有構成的氏族或部落 以及姻親之間的結盟 是一個確定而穩定 社會行為系統的一種組織方式 控制著並維持著分分合的因素 是平常你可以從這玩笑關係 來確定這兩個團體之間 是不是有穩定的關係 另外呢 財務跟勞務的交換聯盟 跟玩笑關係也有密切關係 也可能跟回避習俗有關 像有些文化有回避岳母的習俗 男的不能跟他岳母太過親近 甚至他岳母出現 他就得避諱 反過來也是 那他認為聯盟族群跟族群 部落跟部落或氏族跟氏族聯盟 有四種模式 一個透過通婚 第二個透過交換貨財跟勞務 第三個透過交換姓名 以及嫡谷 這嫡谷是一種 你去查一下 我查了這單字 不太知道什麼意思 或者煞雪為盟 一個盟事的關係 第四透過玩笑關係 這個是也可以作為結盟的 玩笑關係是婚姻交換 煞雪為盟以外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管道 那他說玩笑關係 基本上跟契約關係是對立面 契約關係就載得非常清楚 玩笑關係就是不太清楚 但是你知道我知道 大家也明模糊糊知道有一個界線 不要踩到那條線 就像你們說不要踩到一個雷這樣 那這樣大家關係維持得很好 所以這是這個Rackley Brown 對於玩笑關係 同學之間也是一樣 你不熟了你要開玩笑不太容易 你在社團或班上 除非兩個人很熟才能開玩笑關係 不然的話 你做的行為 你說的話 可能會被對方認為你是敵意的攻擊 這會產生完全不一樣的效果 那另外一個女的人類學家 英國非常有名的叫Mary Douglas 道格拉斯的 她叫做笑話知覺論 那在284月她說 笑話跟人類的經驗 笑話呢 不僅跟嚴肅有所區別 笑話也徹底揭露了人類完整的經驗 只要我們能夠重新笑話的性質 就能夠從更深層的層次來解釋 笑話儀式 這也是打錯 應該是解釋 市民先改一下 你的旺 那她主要研究的跟其他人一樣 基本上她研究的是非洲的 她這邊就叫 Joking Institutions 她就不像前面 Rackett Brown 所說的 Joking Relationship 她說 玩笑制度呢 第一個是出造的史分學 Schatology 這個我們在一開始 不久就講過了 很多笑話都跟史分有關 第二呢 不同程度的關係 第三是運用史分學的 某種儀式場合的葬禮 或純淨禮的關係 這個主題跟一般儀式的污染有關 這個Mary Douglas很著名的一個區分 就是Purity and Danger 她的一本書 就是好像就是這樣的說明 認為這個原始部落裡面 有一組這個思考的模組 就是純淨跟污染 污染就是不好的東西 這污染不是有形的這種污染 那純淨是好的東西 在很多文化都是這樣的想法 那她認為笑話 跟整個社會環境是有關係 這一點當然博格森有講到 但是她也花了很多時間 批評博格森的東西 那我們就先跳過去 這很多是她自己的 對博格森的解讀 那就跳到286頁 她特別提到笑話有顛覆性 她所有的笑話 就對於主流結構 思想結構都有顛覆的效果 所以越極權的國家 越擔心笑話 怕笑話 其實笑話也沒傷到什麼 怕笑話也影響到政權的安定 那越民主的國家呢 這個笑話其實講完 也只是這個批評 甚至有時候 也有可能顛覆到 這個政府的某些情況 運作 但是呢 因為是民主 所以不會受到任何的破壞 這我們在笑話 政治那一章都有一些說明了 那笑話呢 基本上對形式的玩弄 它將兩種分離的因素 結合起來 讓一種難以被接受的模式呢 因為一種潛藏因素而被挑戰 那她認為 弗洛伊德對於笑話的定義 是她很滿意的 笑話是一種意向 鬆解了有意識的控制 而讓為潛意識做主 有的潛意識 有的人就認為是跟 這個前面的錢 跟潛藏的錢 有人當成同樣一個意思 那這個我就不知道 我的研究沒有到那個領域 那笑話必須符合兩個因素 控制者跟被控制者的 被控制的事物同時存在 然後被控制者最後是勝出的 她認為這是笑話的一個模式 所以呢 它就分成兩種類型 一種標準化的笑話 譬如傳統麥洛夏的笑話 口頭形式包含整個笑話模式 這個老套的開場 是指英語世界的笑話開場 最常見的說 你有沒有聽過這笑話 另外一個就是說 重新有三個人跟一個矮人 走進一個酒吧 這是經常經常出現的老套 那自發性的笑話呢 通常都涉及社會誤動整理情況 所以只有看說的話跟知識 沒有完整的模式 我們很難確定 叫這種笑話的精髓 所以自發性的笑話 那自發性的笑話 通常也都在體體活動的時候 會產生了 要互動的時候 上課就比較難 上課除非老師講了一句 什麼雙關語 不然很難 他認為 這個 還有無聊而冗藏的故事 跟殘忍的笑話 這也是另外一種 那sick joke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殘忍 拿人的悲哀或災難 做一個笑話 很多人不講這種笑話 因為這樣太殘忍了這樣 太殘忍了 不符合社會的期待 那287也說到 社會要求 可能會把某些笑話看成沒品 像在現在這種性別平等的時代 你要講一個性別不平等的笑話 或歧視女性的笑話 會被人家認為很沒品的這樣 你要講一個可憐人的笑話 那她已經很可憐 你還講她笑話 你就更沒品這樣 那另外危險 下流 不恰當 不相干 所以這個都是跟社會的要求 有關係的 所以這裡面就是她的 笑話的社會的性格在這裡 另外呢還有一些部分 有一點 有一點深 我就講到這個 她的分類 比較容易了解 她認為笑話形式有四個層次 一個是笑話的結構 一個是社會的結構 還有身體的控制 以及潛意識跟擺脫 潛意識要擺脫意識的控制 那下面三個就是分別是 社會經驗生理經驗 心理經驗 她把笑話分成這麼多的層次 但是她並沒有分析到這麼多層次 我們講到這個生理層次 很多就是從那個人體的反應 可以繼續測量的 跟不能繼續測量 不用繼續測量的反應 都有一些生理層次 你看有人 看笑話露出一抹微笑 那個所謂的一抹微笑 也就是笑話的結果 當然你可以我剛剛講的 用FMRI的形式 去照你腦部的那種活動 聽到笑話的時候 腦部哪些地方活動比較大 活動量比較大 那也是一個研究的方式 了解生理上的 另外呢她有提到 288也是儀式的分類 有標準的或例型的儀式 跟自發型的儀式 那她接下來就比較 儀式跟笑話有什麼相同處呢 相同處呢都連結了十分不同的概念 相逸處是儀式要求秩序跟和諧 笑話是要摧毀秩序跟和諧 所以在很多儀式的時候 你基本上是不能講笑話的 還要極度的這種 極度的這種嚴肅模式來進行的 你想祭孔大典 國家什麼國慶日 在那個正式場合 元旦團拜 就得非常非常的那個 但是呢 如果是聖誕節 這種比較歡樂的氣氛的時候 你的這個儀式的 就的嚴肅性就降低了很多 萬聖節 或者其他的這種節日 那她也提到 笑話跟淫秽的差異 obscenity 笑話跟淫秽的差異 要看社會脈絡而定 只有反映社會形式時 笑話才會奏笑 她因為符印社會結構而成為笑話 但淫秽則被認為是反社會結構的 因此常被人覺得冒犯 所以你講一些黃色笑話 或淫秽的笑話 其實這裡面應該還有區分團體 特別是很多男性在私下的場合 像當兵的場合 自我一輩子聽到黃色笑話最多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當然沒有性別平等的意識 所以這種笑話是可以講的 就覺得是讓很多人很鬆 可以輕鬆的一種方式 那現在當然這種說法就不恰當 早些的時候 這個手機自拍以後 有很多軍官男男女女 或什麼會拍那種比較清涼的照片 都還有穿了 那就會被軍方認為這是行為不檢點的 那還不 連笑話都不是 這穿比較輕鬆你就知道 那笑話就更不用說了 他說joker 說笑人 說笑人是有特權的人 可以用某種方式說笑話 不會被處罰 這個在我們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講到中國的那些憂 倉憂 講到希臘的說笑人 都有這樣的功能 因為他們是專業的 可以做這種事情 那現在的這個在諧星 不管男的女的 也都有這樣的功能 你會期待他講笑話 所以這是Mary Douglas 講到笑話知覺 其實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的 這種研究結論 接下來這個人叫John Morrill John Morrill 是把那個三個笑話 整理得最清楚的人 所以後來好多 包括Wikipedia東西的註解 大概都從他的這種東西來的 第一個 他要很誠實的說到現在為止 有關笑話或幽默的研究 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理論 那他說沒有一個理論 可以涵蓋到下面的現象 一個現象就是講到 幽默跟笑之間的差異 說不幽默 但令人發笑的情境 跟幽默跟令人發笑的情境 應該還有幽默跟不令人發笑的 然後搔癢就跟幽默有關 但會讓你笑 Pikaboo 小孩子 Pikaboo就是你把眼睛遮住 然後哇 這樣睜開 英文叫Pikaboo這樣 中文我找了半天 好像不知道這東西叫什麼 大家會做 但沒有人講叫什麼這樣 把你眼睛先遮住 大家把眼睛打開 叫Pikaboo 這英文是這樣 然後呢 把小孩拋在空中 然後掉下來接住 大部分小孩都會笑 少數有那種 可能就是聚高中的小孩 就開始大哭這樣 然後大人就會覺得 這小孩很不可愛這樣 所以這個當然也跟拋的時候一樣 拋的時候不要剛好電話響 去接電話 那就是悲劇 官場魔術的時候也是 不是幽默 但你會發笑 危險過後 重破安全也是 你會喜急而泣啊 那天我們的一個國民被綁架了嗎 那昨天還前天不是解救回來了嗎 他對著鏡頭就稍微笑一下 雖然對他來講 這真的是一個悲慘的經驗啊 丈夫還因此過世 這真的是很悲慘啊 被綁了三十幾天 接下來還要把解決困擾跟問題啊 這也不是幽默 但有時候會覺得很好笑啊 尤其到了某個年紀 或者你真的是 那個 你把眼鏡擺在額頭上 但是你到處找眼鏡 你就不知道眼鏡哪兒去了 就發現竟然呢 那也有的時候呢 你戴眼鏡 在那邊找眼鏡 你說違眼鏡呢 違眼鏡呢 這個可能在某些人身上都發生過 運動或參賽獲獎 跟幽默沒關 有時候會讓人好笑 街上跟老友相逢 通常大家會擺出笑的 哎呀 真是好久不見啊 那這個也不是幽默 發現自己中頭彩的時候 這也是會忆不住的微笑 或忍不住的笑 但是呢 千萬記住 發現自己中頭彩以後 不要告訴太多人 免得你死於非命 那很多中頭彩的人 那台灣很特別 跟美國不一樣 美國中頭彩呢 會出來 然後拿那張大支票 然後合照一張相 台灣中頭彩到現在為止 都保護你的隱私權 所以你不知道 誰中過頭彩 你去訪問那個 裁券行的老闆 老闆也非常默契跟你說 哎呀太多人來買了 我記不得了 好像就是一個中年人嘛 這講個屁話嘛 買裁券的小朋友嘛 真是 所以我覺得這不知道是 老闆故意這樣講呢 還是頭彩那個裁券公司 有特別的交代 不能夠洩漏他們的身份 一方面這也有這個 個資的問題 所以到現在為止 不知道有誰 是中的財 應該 台灣億萬富豪應該也不少 但是美國的有些研究 我聽說 我沒仔細沒看過 所以中頭彩的人 基本上都不太幸福 很多人呢就把錢 每幾年內就花光 或者借給別人 然後過著奢華生活以後 就無以為繼 那少數人呢 才會有很好的規劃 規劃這個錢呢 用作一生的那個 所以有些美國的頭彩 你種了以後 他每年給你一部分錢 他不是一次給你那麼多錢 有的分三十年給你 這樣的話你每一次拿到不多 如果一筆都給你 我不知道台灣是怎麼給的 一筆都給你 哇天啊 你一下子有什麼十六億 那是什麼樣的概念啊 我想都不能想 我有十六億我要怎麼辦 給各位同學每年一百塊嗎 這太小氣了 為了十六億給你們一百塊 對不對 還是不要中獎好 中獎太煩惱 另外你感到囧啊 有時候你也自己好笑啊 這個切字底底的時候啊 吸入笑氣的時候也會笑啊 這都幾個他列得很詳細 那另外呢 幽默而且令人發笑 聽到笑話真的很好笑的啊 這是大家都有經驗 另外聽到某人把笑話講死了 你也覺得很好笑啊 明明這很好笑的笑話 怎麼被你一講變這樣呢 看到一個人聽不懂笑話 你聽不懂嗎 這很好笑耶 然後看到有人被惡整的時候啊 穿著怪異服裝 那怪異服裝要看多怪異這樣 我到這個今年三月到山東區府去 因為參加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就穿那個古代服裝忌孔 然後我就 人家就幫我照了相 我覺得蠻可愛的 我就當著我手機的首頁 每一個人看到都笑這樣 真的那就是穿奇怪服裝 然後讓人家發笑 如果你等一下要看的話 你可以到講台上來 我讓你看一下 真的蠻好笑的 不過這樣講了以後你不笑好像很尷尬對不對 好吧 有些事情不能早講 看到成人雙胞胎穿著同樣的衣服的時候 你就小孩子穿雙胎穿同樣的衣服 你覺得好可愛這樣 你怎麼認出他們兩個誰是誰 這是經常被問到的問題這樣 還有看到有人模仿別人 模仿秀啦 那都是誇張的模仿 還有遭遇不幸 有的時候也會覺得很好笑 我不知道這要怎麼舉例這樣 然後聽到誇張荒誕的故事的時候 就不會吧太扯了吧 這樣子 有人會一邊笑出眼淚來 然後一邊那個 有的電影就是這種誇張的情節這樣 然後聽到機靈的污衊這樣 clever insult 就罵人不帶髒字了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聽到三重押韻 或者過多的押頭韻這樣 這個跟語言有關 我不知道如何舉例 然後聽到手音物質或雙關語 手音物質就是在英文裡面 你把那個第一個音發錯了 然後變成另外一個字這樣 另外呢就聽到小孩正確使用大人用語 小孩裝作大人的樣子 比如大人小孩跟你說 恭賀欣喜 你就覺得哇好可愛的小朋友 這樣大人跟你講恭賀欣喜 你就馬來這套 所以小孩正確使用大人的用語 或小孩裝作很嚴肅的樣子 這個有小朋友你就比較容易碰到 另外呢單純覺得心情愉快 對什麼事情都會發酵這樣 有一陣子我就希望我自己 因為我常被說你好像很嚴肅這樣 有學人跟我說老師要是跟你不熟的話 人家會認為你是很嚴肅的人 我說像嚴肅機一樣嚴肅嗎 所以聽說很多人因為我這樣 就不太敢跟我靠近 還有我經常眉頭伸鎖這樣 這事情真的是沒辦法 我以前都認為眉頭伸鎖是表示自己 很有水準你知道嗎 你經常在思考 結果後來竟然變成那種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的老師也問過我 我說 Mr. Sun, what's on your mind? I was nothing 他覺得 可是聽起來看起來你就是很有 沒有真的沒有 那只是後來就習慣了就 我有一陣子就訓練自己要保持微笑這樣 後來發現覺得自己像個呆子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後來也就不微笑 現在很尷尬這樣 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好了我們先講到這裡 下禮拜再把這個優越論什麼 再重新 這邊有講得比較清楚的 再講一下 我們現在就是 我會想著 有一點點 那些詳情 也會想著 我們先講一下 那些詳情 一定要 繼續 飆